第961章以一笛二 一股无形强大的轰击在石峰的上空显现 将石峰所在的这片小天地笼罩 然后轰然而下 石峰灵魂敏锐 早有所觉 连芒停止了吞噬元气 而在石峰的身上 由于上空那般神力量的出现 一个金色光圈 在石峰的身上悄然显现 护住石峰的身躯 闪耀着金色之芒 躯空剑杀 石峰连忙一声低喝 剑指一指强劲地刺向苍穹 顿时间 一道无形强大的剑 在石峰上方的虚空凝聚 随后朝着对方轰击而下的力量撞击而去 与此同时 大地神中也被石峰拿出 玄机变大 悬浮于石峰身旁 躯空剑杀的力量 很快便与敌方轰来的无形强大力量撞击于一起 石峰头顶上空的空间 一下子变得无比的蓄乱 震荡不断 而虚空剑杀 最终还是将那股强大无形的力量给挡下 但是当石峰挡下了那道攻击之时 突然他的鞋上方 又有一道完全不逊于先前那股力量的雷霆大掌引轰来 攻击石峰的 一共有两人 这两人 正是当时跟随金夫 那六名半神强者最终活下的两人 刚才这两人一先一后对石峰发动攻击 没想到石峰刚以虚空剑杀 破了一人的攻击后 另一人又发动攻击 正是此刻急速狂猛轰向 紫色狂暴雷霆闪耀的雷霆大掌印 石峰的脸上流露出了冰冷之色 原本在过不了多久 相信以自己的悟性 便可不入半神之境 却是没有想到 又遇上了这两人 石峰左拳紧握 然后发动了全力的一拳 轰击在了身旁的大地神钟之上 咚 一阵剧烈的钟鸣 被石峰给一拳敲响 大地神钟上 玄机震荡出了强烈的音波之力 强烈的音波所过之处 虚空有如呼啸滚涌的海浪一般 朝着那些轰而下的雷霆大掌印席卷而去 此刻 石峰又再心再暗暗地感激了一下那老不死的黑袍人 要不是他给自己留下了这半神气大地神钟 自己此刻面对这两个半神强者 还真有些难应付 搞不好 真有可能就要被永远避留在这里 不过石峰也感受到 以自己如今的权力敲响大地神钟 大地神钟所震荡出的音波之力 也仅达到寻常的半神力量而已 跟先前那黑袍人所敲响大地神钟发出的威力 根本无法相比 不过上空那两个半神强者 也仅是普通的半神强者 大地神钟震荡而出的强烈音波之力 玄机便如巨浪一般 狠狠地拍在了那雷霆大掌印上 两股强大半神之力相及 静在伯仲之间 雷霆大掌印与音波之力 纷纷在各自的力量下消散于虚无 杀 杀 这时 虚空之中 两道冷喝声在而响起 两道身影 纷纷一个闪动 消失于上空 不过他们岂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们进入那满腰山脉 就是为了追杀这山巫族的余孽 还有帝族至宝大地神钟 差点就死在了满腰山脉的那远古大阵之中 此刻见到了此山巫族余孽 又见到了半神器大地神钟 并然要将大地神钟夺入手中才行 见到那两道身形一闪之后消失 石锋的左拳 再而一拳一拳 狂猛地震荡在大地神钟之上 咚咚咚咚咚 大地神钟 不断地被石锋给撞响 旋即朝着四面八方 震荡出一股又一股强烈的阴波 阴波能量朝着四面八方震荡 虽然能量会在而分散 不如凝聚震荡出的力量强大 不过石锋此刻 主要是以阴波之力 捕捉那两道消失虚空 其实已经朝着自己急速闪下的身影 虚空 剑杀 很快 又一声低喝声从石锋嘴中发出 石锋一道剑指 朝着右方猛然一点 一道无形之剑 顿时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轰 就在这时 一道轰鸣响起 就在石锋的无形之剑在身旁之时 一股强大的能量 与那无形之剑发生了狂烈的碰撞 紧跟着 便有一道身形显现而出 那人此刻 正以强大的一拳 轰击在石锋以虚空凝聚的无形之剑上 与此同时 石锋身形猛然移动 与身旁的大地神中一同急速飞射而起 再紧跟着 石锋左手也是凝结为了剑指 再而一直点向大地神中 轰 就在这时 一声笔之刚才都要剧烈狂暴的轰鸣之声 从大地神中上响起 大地神中上 震荡出了笔之刚才都要强大的音波力量 虽然还是未如黑袍人震出的音波力量 但比一般半神强者之力 却要强大许多 石锋刚才那剑指之力 正是动用了半神战技虚空剑杀的力量 震向大地神中 如滚滚海浪 汹涌咆哮 仿如海神发怒的音波之力 震荡而下 这时 石锋刚才所站的左方 也有一道身影显现而出 刚才那两道身影闪动 分别闪向了石锋的一左一右 却没想到已被石锋事先察觉 身形飞射而下 再而朝着自己两人震出绝强的音波攻击 感应到这一次大地神中震出的音波力量之时 两名强者的脸上 脸上显现出了震惊 骇然的面容 没有想到 此人以大地神中 竟然发动出如此威力强大的力量 紧跟着 已不容俩人细想 如今多已经来不及 一名强者的身上 旋即双手交叉在前 身上猛然间爆发出了狂暴的雷霆 另一名强者双掌猛拍而上 在他的双掌之力下 他上方的空间 也是发生了剧烈如水波般的震荡 有如排山倒海一般 以这全力攻击发动 以攻为首 试图挡下那阵下的音波力量 如巨浪般滚涌的音波很快到来 狠狠地拍下 啊啊啊啊啊啊 顿时间 一阵又一阵的怒吼之声 从那两名强者的口中喝喊而出 看来他们抵挡如此强大的音波之力 并不好受 可还是咬牙切齿 面目猙獰的在抵挡着 哼 你们想要本少的命 现在本少便取你两人之命 以两具半神尸体之血 抢我的嗜血之剑 望着下方的那两名半神强者 石锋冷冷说道 随后又一剑指 点向大地神中 第962章半神境 石锋正准备在而一直点向大地神中之时 而就在这时 变故屠生 石锋的身躯 顿时间猛然一个震战 凝聚于剑指上的虚空剑杀之力 顿时破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石锋的体内 响起了一阵猖狂的大笑之声 这笑声 正是那血文族圣火的声音 如今本座力量足够 便可冲击当年神境了 哈哈哈哈 拥有当年之力 本座便可冲破你的束缚 获得自由 而你这小子 将再次沦为一个没有丹田的废物 在本座的烈焰下灰飞烟灭 却没有想到 本座被镇压无尽的岁月 竟遇到你这么一个天才小子 不过两年不到的时间 便让本座燃烧本命 经火而跌落的境界回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李小泽虽然天才中的天才 但却又是个愚蠢之辈 真以外本座永生永世 成为了你的丹田 本座只不过是在利用你而已 圣火不断地在石锋体内猖狂大笑道 声音听上去很是兴奋 也很是激动 石锋已经感应到 这与自己丹田融合的圣火 力量已达大圆满 他竟自行在冲击半神境界 如果真让这涅序先冲击到半神境界 而自己未达到 他极有可能真的脱离自己 而自己如果失去了 与自己丹田融合的这涅序 根本无法抵挡拥有半神之力的烈焰焚烧 虽然自己现在有金色光圈的 万物之源之力防身 但是这金色光圈只抵挡外在袭来的攻击 这涅序叛变 要焚烧自己 可是要由内向外地焚烧自己 最重要的 下方还有两名半神强者 对自己虎视眈眈 此刻的石锋 真是内外皆敌 这圣火 先前还说带到自己与他能量足够 便助自己冲击半神之境 原来这涅序 早有预谋 你这事找死 持风载而冷冷一喝 对着体内的圣火喝道 信念运转 连忙强行阻止这涅序自行冲击半神 毕竟这涅序有自己的灵魂烙印在 灵魂烙印未破 他还得受自己的掌控 啊 啊 啊 顿时间 一阵又一阵痛苦的吼出 被圣火吼了出来 不过痛苦的吼声中 再响起了圣火的大笑声 哈哈 本作便让你在折磨会那又何妨 本作当年变乃神静 如今力量已经足够 看你如何阻挡得了本作前进的步伐 哈哈 啊 啊 啊 圣火一边笑 一边又在石锋的心念之下痛苦叫喝 紧跟着 石锋便感应到 一股强大的气息 在圣火上猛然升起 而与此同时 石锋突然感应到 在圣火之中 一股阴冷无比的强大之力 正冲向自己留下的那道印记 正所谓 伏不双至 祸不单行 就在圣火还在体内捣乱之时 那两名半神强者 由于没有大地神中继续响起音波攻击 又见石锋停留虚空脸色不好看 一看便是发生了不好的事 肯定遇到了麻烦 他们又岂会放过这个机会 此时此刻 这两道身形已经闪到了石锋的一前一后 暴力在石锋前方的 乃是身处狂暴紫色雷霆之中 看上去一与紫色雷霆合为一体 闪耀着强烈紫色雷光的半神强者 此时此刻 那张同样布满雷霆的脸上 望着石锋竟是兴奋之色 对石锋身后那人喝道 这小子 竟然不仅有大地神中 还有半神级战绩 只要将他打个半死 留他一口气 大地神中 半神战绩 我们都将拥有 这人满是兴奋地说话之时 贪婪之色又在脸上展露无遗 随后 他双手握在一起 一柄雷霆大剑在他手中凝聚显现 被他双手紧握 面露凶恶猙獰狠色 雷霆大剑朝着石锋心口处狠狠刺去 而这时 那在石锋身后的半神强者 也发动了绝强一击 右手成拳 那仿如能动穿一切的一拳 轰向石锋的后背 与那雷霆大剑成前后夹击之事 是要将这拥有大地神中 拥有半神战绩的山巫族少年给哄残 两人合力 也根本没有将石锋身上的护身金光放在眼中 这下石锋 已经到达了真正的内忧万患 万物之源一般的半神力量可能勉强阻导 可两个半神的合力一击 就连石锋都对他没什么信心 而他 又因为圣火的叛变 反抗 力量使用很不方便 不 本少不可以死 本少岂能死在这样的两人手中 本少岂能死在自己的丹田之手 曾经苦苦追求的境界即将到达 本少岂能就这样死去 一道道念头 如闪电般 在石锋的脑海中急速闪过 紧跟着 石锋的面色玄机一变 露出了异常坚定之色 猛然一声大喝 以既为本少丹田 你都能不入半神之境 就更别说是本少 本少曾经度量之大 容你存活 但你却不知感恩背叛本少 那你便魂飞魄散 而就在这时 一股绝强的气息 在石锋身上猛然升起 也在这时 苍穹之上 竟然也因为石锋身上升起的气息 而风云变色 整片原本一片明亮的天地 都突然昏暗了下来 这 这怎么可能 他 竟然突然进阶了 这 这天 这天都因为他的进阶 而风云变色 这 这便是传说中产生的天地异象吗 不 不 你 你怎么会 也不入了神境 这怎么会这样 前后攻向石锋的那两名半神强者 都因为石锋身上的气息变化 而脸色大变 不过尽管如此 他们的攻击更不能停下 此人竟皆都可产生传说中的天地异象 实在太过危险 仇恨既然结下 那就更留不得 而圣火 原本反抗石锋 冲击向印记的阴寒能量 瞬间消失于无形 因为石锋的突然突破 步入半神之境 身为他丹田的圣火 再一次被石锋彻底地压制 被他在而彻底地掌控 好不容易 只差那么一步便可彻底突破魔掌 没想到却又受他掌控 圣火的吼声之中 满是不甘心 屈空 剑杀 此时此刻 石锋双手都凝聚为了剑指 冷冷喝出一声 他的前后 分别出现了一道无比强大的无形之剑 第963章面膜黑雷 屈空 剑杀 两柄强大无形之剑 在石锋的前后显现 两名半神强者 一前一后攻向石锋的攻击 顿时攻在无形之剑上 前方 那柄雷霆大剑已撞在了无形之剑上 雷霆大剑玄机破灭 后方 另一名半神强者 轰出的那仿佛能毁灭一切的一拳 也猛烈地轰击在了无形之剑上 紧跟着 两名一前一后的半神强者 身躯皆猛然一颤 甚至面露痛苦之色 然后在两道无形之剑的力量下 被震地倒飞了出去 如今的石锋 已成功步入了半神之境 拥有半神之力 虚空剑杀的力量 已不是先前能比 已经不是这些寻常半神的力量可比 石锋傲立于昏暗的虚空之中 冷冷地望着前方倒飞出去的那道身影 这时候 天地之间又开始了狂风大作 这狂风 好像是以石锋为中心 越刮越剧烈 石锋身处狂风中心 凌乱的长发随风舞蹈 仿如狂魔初世一般 而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 就在石锋的正上方 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玄涡 似有节奏一般 缓缓转动 这 这 身形被震得倒飞的两道身影 看到这片天地不仅昏暗了下来 而且还狂风大作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玄涡 两人的脸色猛然间大变 脸上满是惊骇之色 仿佛想到了远古之时的一个传说 远古之时 出了个不死魔神 传闻不死魔神突破之时便是天地变色 狂风大作 然后当空 还出现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这黑色漩涡 将会降下面膜黑雷 轰 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雷声大作 池峰自然也早已发现了这片天地间的变化 望着出现在自己上空的巨大黑色漩涡 还有黑色漩涡中突然闪耀起的黑色雷光 雷鸣大作之声 池峰青南道 古卷之中早有记载 不入神境乃繁力破入神力 逆天之举 会引来天地所不容 降下雷结 看来是真的 其实石峰并不知道 那古卷中所记载的神境 乃是真正的真神之境 并非他如今不入的半神境 破入半神境而引来雷结 在这满荒大陆都是少之又少的存在 就连满荒大陆从古道经的历史记载中 都没有多少人 传闻是这等人天赋逆天 为天地所不容 所以上苍降下雷结 要将之毁灭 往往这等人物 只要撑过了天地的惩罚 只要没有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待他成长 最终都是威震天下的人物 轰 就在这时 石峰上方虚空之中的那道黑色漩涡 再而响起一阵巨雷暴鸣 黑色雷霆在黑色漩涡中翻涌滚动 紧跟着 一道无比巨大猙獰的黑色雷霆 从那黑色漩涡中降下 带着毁天灭地的雷霆之威 轰向石峰 仿佛要将这逆天之人给毁灭 来吧 区区雷结 本少又不是没有尝试过 仰天望着从天而降的巨大黑色雷霆 石峰仰天喝道 随后 一拳轰天 似在迎接这劫雷的到来 天地劫雷他也是清楚 毕竟他两世都已繁体 练就了后天逆天神体 就幽冥体 有过两次遭雷批的经验 这天地劫雷 虽然说是要毁灭像自己这样的逆天之人 但是只要扛过来 在这天地劫雷的洗礼下 收获的好处也是难以想象 巨大的黑色劫雷降临 那两名被石峰以无形之剑 正飞的半神强者 身形早已经停下 但此时此刻 他们却不敢朝着那正要遭黑色雷电劈的少年接近 天地劫雷 传说中的面膜黑雷 有如天地发出的毁灭之威 就连那修炼雷霆的半神强者 发动的雷霆与这面膜黑雷 根本就一天一地 无法相比 此刻的他们 不仅不敢朝前接近 身形还在连连闪动 朝着后方急速退去 以免被面膜天雷祸及到自己 他们可不想没事陪着那你天之子一起渡劫 处于极度凶险的面膜黑雷之中 随时可能毁灭 不过他们也并没有离去 遥遥望着那方的大动静 心思阴毒地在盘算着什么 在默默等待着 也就在这时 石峰身上护身的金色光圈 仿佛感应到了那黑色雷霆的到来 旋即悄然退去 而紧跟着 巨大猙獰的黑色雷霆 猛然轰在了那道奥利虚空 气势强悍 如神魔般的身影上 转瞬之间 便将它那道挺拔如魔的身躯 彻底滴淹没于黑色狂暴的雷海之中 嗯 那是什么 难道有重宝在这妖神陨帝出事不成 进入这片妖神领帝之中的 除了石峰与那两个半神强者外 还有金夫 黑袍人 白牙 此时此刻 那手持千里神境 正在妖神陨帝搜寻秘密的金夫 突然望到了远处虚空的天地异象 天地变色 轮为昏暗 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有黑色雷霆汹涌奔腾 怀疑此天地异象 乃是可能重宝出事的金夫 盛行连忙闪动 朝着那的方向闪去 嗯 天地变色 这黑色漩涡 还有这黑色雷霆 难道有人在这妖神陨帝突破 引来了传说中的面膜黑雷不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满荒大陆 将又出事一个逆天之人 身着一身衣袍的黑袍人 也被远处的天地异象给吸引 黑色身影闪动 闪向那处 这黑色漩涡 这黑色雷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看看 黑鸭族的天才少年白牙 目光也望向了那方 身形闪动而去 吼吼吼吼 进入妖神陨帝的 还有九头凶悍的大妖 见到那边天地的不同 分散于各处的大妖 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嘀吼 随后 一道道巨大的身躯 也被那方的天地异象给吸引 奔闪而去 在这妖神陨帝之中 顿时间 那片苍穹之上出现的黑色漩涡 降下的黑色劫雷 成了这片空间的焦点 其实不仅指那片妖神陨帝的小世界 外界的那片大荒之中 离得满腰山脉近的人 也纷纷抬头望向了满腰山脉 望向那满腰山脉中心 突然出现的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还有降到满腰山脉 似要毁灭这满腰山脉 所有生灵的黑色雷霆 第九百六十四章 各方涌动 满腰山脉发生如此大动静 如此天地异象 这片大荒各个部落 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无数强者 无数各部落的勇士 朝着满腰山脉汇聚而去 有人说 这是满腰山脉 有绝世宝物出世的征兆 也有人猜测 这满腰山脉神秘重重 可能山中的哪只满腰 不小心触碰到了 远古时期的远古大阵 强大的远古大阵开启 出现了这巨大漩涡 降下拥有灭世之威的黑色雷霆 更有人猜测 满腰山脉出了个绝世逆天大妖 这是绝世逆天大妖境阶 出现了天地异象 降下了远古传说之中 为那不死魔神才受过轰击的灭魔黑雷 反正一时间 传言在这片大荒中众说云云 一道道身形 急速接近满腰山脉 为求探戈究竟 有威震一方的半神强者 有一族部落首领 有这片大荒的天才男女 也有一些虽实力不强 但却拥有强者之心 寻求强者之路 为求有大机缘的各族部落勇士 满腰山脉 一时间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不仅人族强者前往那片异象之地 一头投满腰 也被山脉的异象给吸引 腰神隐蔽之中 昏暗的天地 巨大的漩涡 还在苍穹中缓缓旋转 从漩涡中轰下的巨大黑色雷霆 有如一根巨大的晴天黑柱一般 连接支撑着这片天地 明而不散 反而向着四面八方在扩散壮大 灭魔黑雷 随着时间的过去不但没有消散 变弱 反而变得越来越爆裂 毁灭之威越来越甚 令人心悸 不敢靠近 那山巫族的小子 想必已在这灭魔黑雷的力量下 灰飞烟灭了吧 他天赋虽然逆天 竟引动灭魔黑雷轰他 但这灭魔黑雷 又岂是他能够抵抗 哼 地天天才 我就喜欢亲眼看着这样的 你天天才陨落 那名修炼雷霆之力的半神强者 望着那灭魔黑雷狠声说道 心中在期待着诅咒着灭魔黑雷中的 那你天天才身亡 人性就是如此 总盼着那些比自己强大 优秀的人 落个不好的下场 他为半神强者 在这片大荒野算得上是一方强者 尊贵的人物 也被不少人称之为天才 心胸狭窄的天才 自然不想见到比自己天赋强大太多的 你天天才出世 哼 真是可惜了那半神战绩 还有那口地族至宝大地神中 要随他一同陪葬了 灭魔黑雷中的那你天天才 如今到底是生是死还是未知 此人已经认定他必死无疑 这时 远处的虚空 一道手持古仆同静的强者闪现 正是那拥有大地神静的金夫到来 就在金夫现出身后 很快便看到了那浑身闪耀着紫色雷霆的身影 金夫闪现的身形在而一闪 朝着那修炼雷霆力量的半神强者闪去 金夫 李这混蛋就在这时那浑身闪耀着雷霆之人 很快发觉到了那朝自己急速接近的金夫 布满雷霆的面容上浮现了狠然之色 这畜生将自己六人引入蛮腰山脉那处险壁 他们六人 有四人已经在远古大阵中灰飞烟灭 连力渣渣都没留下 就是他自己都差点步上了他们的后尘 此刻见到这畜生金夫 恨不得将他大谢八块 以泄心头之恨 旋即间 此人的身上 猛然爆发出了比至现在更加狂暴的紫色雷霆 身形一闪 朝着那金夫闪去 哼 见那人看到自己到来后 爆发出了强烈的战役与杀役 金夫闪动的身形突然一个停顿 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恒之声 随后 金夫右手一动 手中的千里神镜 顿时照射出了一道青芒 照向那接近自己的那雷霆半神 哼 此人竟然是如此的愚蠢 明知道我大地神镜的强大 竟然还敢气势汹汹地朝我而来 简直是自找苦吃 怒天雷刀 就在这时 雷霆半神仰天一声怒笑 一柄有紫色雷霆凝聚的巨刀 在他的身前显现 攜带着狂暴的雷霆毁灭之威 然后朝着那金夫怒斩而下 想以此力 破千里神镜之力 再斩金夫 可是想法是好 现实是残酷 金夫面对着那怒天雷刀 再而不屑咧嘴一笑 露出了一抹极度的轻视之容 紧跟着 在千里神镜的轻芒照耀下 那柄携带着狂暴毁灭之威的怒天雷刀 竟突然溃散开来 化为一丝丝如蝌蚪般的细小紫色电流 四处奔流 力量全失 哈哈哈哈 这时 金夫傲然大笑了起来 说道 就你 也想与我金夫相斗 先问问我手中的千里神镜吧 我问你妹 就在这时 一阵怒喝 突然在金夫的身后响起 一道气势强悍 身躯壮硕的身影 突然在金夫的身后显现 一拳轰向那金夫的后背 突然闪现之人 正是六名半神强者中 活下的另一名半神强者 此人与那雷霆半神一样 被虚空剑杀的无形之剑给震飞 而后又见到苍穹降下面膜黑雷 来毁灭那个山巫族的孽序 身形连连后退 观看那面膜黑雷的动静 到时候再刺激而动 没想到 却看到了这方的畜生金夫 绕过面膜黑雷急速赶来 然后便发生了现在这一幕 发动狂猛的一拳轰向金夫 是要将这畜生的身体给狠狠洞穿 方才能解心头之恨 啊 不好 该死的 金夫连忙发出了一阵惊呼之声 刚才的他一起风发 根本没有去注意身后 现在对方突然接近自己 卑鄙偷袭 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 紧跟着金夫手中的千里神经连忙一动 照向了自己 他的身躯 随即沐浴在了一片轻盲之中 砰 一阵暴鸣之声 猛然间在金夫的身上响起 这金夫虽有轻忙护体 不过还是面露痛苦之色 被那狂暴强大的一拳给轰得飞了出去 看样子 承受了那一拳的金夫 并不好受 干得好 那名雷霆半神见到金夫被轰飞 而且还是朝着自己这方飞来 连忙冷笑着大声喝好 他的右拳跟着便紧紧握洗 浑身闪耀的狂暴雷霆 随即拳术朝着他的右拳奔涌 汇聚 第965章面膜黑雷霞是谁 雷霆半神全身的紫色雷霆都朝着右拳奔涌 汇聚 然后望着那朝自己被打飞过来的金夫 怒然一喝 去死吧 畜生金夫 喝吼之间 那紫色雷霆涌动 狂暴强大的雷霆一拳 朝着那金夫怒轰而出 你们这是找死 急速飞行的金夫 见到朝自己狂猛轰来的雷霆一击 发出了一阵怒然大喝 在刚才被对方强力一击之下 身形虽然还是不稳 但他仍然右手一动 千里神镜对着前方 照射出一抹青色光束 射向那雷霆一拳 今日找死的 乃是你这个畜生金夫 就在这时 刚才一拳将金夫轰飞的半神强者 又闪到了他的身后 然后又凝聚强大狂猛的一击 目轰金夫 千里神镜 虽照射出了一抹神秘诡异的青芒 照得那雷霆战神又全凝聚的 狂暴雷霆溃灭 身形不断倒飞 吼叫连连 不过他金夫的后背 又遭到了另一名半神强者的一拳 虽还有千里神镜的青芒护体 不过在刚才的一击下 青芒便淡去了很多 这一次等于雪上加霜 金夫身上的护体青芒 完完全全地被击溃 最终 那半神强者的绝强一拳 严严实实地轰在了金夫的后背之上 呃 一声响天彻底的痛苦大吼 从金夫的嘴中喝喊而出 要不是他哪半神强者 肉身强硬 先前护体的青芒又为他挡了些攻击 要不是这些种种因素结合 或许他金夫已经被那狂猛的一拳 给洞穿身体而亡了 不过这两名半神强者 明显对金夫已经起了必杀之意 那名半神强者一拳重创了他 岂能放过 左手也紧跟着握拳 看似比之刚才更猛的力量 再度轰向金夫的后背 这一拳便让我荡虎 娶你金夫狗命 这名叫荡虎的半神强者大贺 随后轰地一声报名声响车而起 但是 荡虎狂猛强大的这一拳 却并没有将金夫的身体给洞穿 而他荡虎身形突然莫名其妙地倒飞了出去 就连他自己的脸上 都布满了难以置信与疑惑之色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己的拳头 即将轰在了那金夫的后背之上啊 对于那一拳 荡虎是极为自信 很有信心凭借这一拳将金夫给轰死 但是拳头还未到达 虚空中突然产生了一股极强之力 震在了自己的拳头指示之上 竟将自己给震飞了 我曾经就说过 一直凭借外物增强的力量 不过是虚实的而已 只有自身达到绝对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外物 不过是辅助而已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沙哑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响彻而起 声音虚无缥缈 仿如来自四面八方 令人捕捉不到说话之人 到底身在何处 渐渐地 在金夫的身后 一道黑影浮现出来 黑影凝食 凝聚为一件黑袍 正是浑身被黑袍笼罩的黑袍人 黑袍人一现 那原本被轻盲罩地飞了出去 正缓过神来 准备与当虎一同灭杀金夫的雷霆半神 飞冲得身形猛然间一顿 望着金夫身后的那黑袍 双眼瞪大 面容布上了惊骇之色 不仅那雷霆半神 就连那当虎 面容上都是一模一样的神情 可见这黑袍人 让他们颇为忌惮 你 金夫这时也转过脸身 望到黑袍人 面色冰冷地吐出一个你字 可见 先前时封的是 他对这黑袍人 还怀有恨意 黑袍人虽然救了金夫 不过也没有去理会金夫 继续以后背对着他 面向那被自己震飞出去的当虎 再一次发出苍老沙哑的声音 道 你可知 这面膜黑雷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何人隐下 你还不知是何人隐下 对于黑袍人这么一问 当虎忌惮的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在他认为 那少年与这黑袍人同属邪恶的山巫族 一同出入满腰山脉 出入此地 黑袍人应该早就知道了这面膜黑雷下的人是谁才对 在满腰山脉 黑袍人与金夫联手 使用大地神钟与千里神境 将自己等人震入远古大阵之中 他拿出的大地神钟 应该是那少年战时介于他用 这片大荒可是早已经转变 几乎人人皆知 地族至宝大地神钟 落入了那夜闯入阎族领地的山巫族少年手中 而他当呼吁那雷霆半神联手 跟那山巫族少年一战之时 那少年也确实拿出了大地神钟与他们对比 说明这大地神钟目前确实是属于那少年 黑袍人使用完了 已经归还于他 既然那少年确实是与这黑袍人一起的山巫族人 那么他如今既然出世 应该第一时间以秘法 联系这里他自己最近的族人才是 同族之间 一般都有秘密联络的手段秘法 或许 或许这涅序 就连自己的遭遇都未来得及通知这黑袍使者 便已经在这面膜黑蕾下 灰飞烟灭了 但胡转过头望向那仿如拥有蔑视之力的 面膜黑蕾在心中暗自泥喃道 黑袍人来到此处 见到这里的这几个人 进入这妖神陨地的 人族本来就他们现在在场的这几人 再加上那个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少年 跟黑鸭族的天才 白牙 还有就是九头大妖 黑袍人刚才就在猜测是那人 而听到这档虎的话 看档虎面容上显露出来的精一面容时 黑袍人便直接确定了下来 果然是那个妖孽 真的是这个小子 这小子 果然是绝世逆天妖孽啊 竟然连传说中的面膜黑蕾都被引下来 要毁灭他 黑袍人在心中感慨道 是谁 这时 金夫也是猛然转身 声音冰朗 望向那档虎贺问道 尽管他听到档虎的话 也已经猜到是谁了 但他仍然不想去相信 这影下灭天黑雷的是他 宁愿是那黑鸭族的天才白牙 还有那九头凶悍大妖中的其中一头 金夫也不想拥有这绝世逆天天赋的人 是他 不 不是他 一定不是他 他也配 金夫在心中 对自己说道 第九百六十六张黑雷中抗衡 难道是他 好 很好 待这面膜黑雷停下之际 便是我白牙杀他之时 就在这时 金夫 黑袍人的上空 一道年轻的身影闪现 赤脚 身着黑色毛雨 浑身上下透着强悍的气势 正是那黑鸭族的天才少年 白牙 白牙 金夫冷冷地望着那出现自己上空的白牙 白牙的出现 如今这进入妖神陨帝的人族强者 基本上已经到齐 这面膜黑雷下是那个人的几率 又大了一分 金夫的心中 更加地不爽 烦躁起来 跟着 金夫又对自己说道 不是他 他何的何能 并然是哪只大妖 进入此地的 在通道口死了一头黑以外 还存活着九头大妖 他就是不愿去相信 那面膜黑雷下的是那个人 白牙 就在这时 当呼吁那修炼雷霆的半神强者 见到出现上空的白牙之时 旋即身形移动 朝他闪动而去 这白牙 乃是这片大荒黑鸭族部落的少族长 黑鸭族部落 曾与他们部落有过来往 甚至还一同征讨过邪恶的山巫族 下方那黑袍人 便是邪恶山巫族 凶名赫赫的黑袍使者 这金夫前几年在这片大荒突然冒出来的人物 不知道他来自哪里 如今看来 他与这黑袍使者勾结 定然也是出自这邪恶的山巫族了 不过就在这时 那白牙感应到那闪向自己的两道身影 一个低头 冷冷地低喝道 你们这两个废物 没有资格与我白牙靠近 滚开 白牙呵声落下 紧跟着 便有两道身影在他两边不远处显现 正是当虎与那雷霆半神 此刻的俩人 脸上也犹如布上了寒霜 白牙这话 这是对他们两人极大的羞辱 要不是下方有金夫 还有黑袍人虎视眈眈 或许这两人已经开始联手 攻向了这白牙 好你个白牙 如果你接下来被这两个山巫族人攻击 到时候可别求着我们帮你 浑身缭绕着紫色雷霆的半神强者 对着白牙冷声说道 好你个黑牙族的天才白牙 我记住了 另一边 当虎也是冷冷开口 说道 白牙根本就不理会这两个人 一副根本看不起这两个人的面容 重新望向了前方远处 那看上去威力越来越猛的面膜黑雷 那狂暴的面膜黑雷 仿佛不将里面的那人给灭亡 是不罢休 灭磨黑雷之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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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又一阵的呵吼 不断地被那道血肉模糊的身影呵吼而出 跟着 那道吼声停下 响起了一阵风一般地大笑声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在这强大的黑色雷霆洗礼下 本少的九幽明体 并会变得更加的强悍 持风此刻 已经将全部的力量运转在肉身之上 以此护身与那拥有强大毁灭之力的黑色雷霆抗衡 不过 十风的肉身还是不断地被毁被撕裂 十风除了运转全身之力抗衡外 九幽明公之九幽不灭体 也在不断地运转 恢复被毁的肉身 要不是十风拥有九幽明体强横的肉身 要不是如今已步入半神 拥有半神之力护体 加之体内有一滴妖翼鲜红的血液 在运转着那道代表着生命法则的远古文字 或许十风如今已在这面膜黑雷下被毁灭 那滴妖翼鲜红的血液 正是当日十风在轩辕城 斩杀那传说中拥有不死之身的轩辕畅云所得的 不死之血 有这滴不死之血 再配合九幽不灭体 九幽明体 生命古文字 半神之力 十风这才在这面膜黑雷中硬挺着没有被彻底摧毁 尽管十风面目全非 浑身上下血肉模糊 血淋淋一片 森森白骨都在模糊血肉中清晰可见 但它发出痛苦大吼时 仍然不断地大笑出声 腰身陨地 面膜黑雷外 此时此刻 由于这面膜黑雷的吸引 一头头大腰也纷纷被吸引了过来 与那些人族强者 保持着远距离 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 都还集聚在那面膜黑雷上 望着那道仿佛连接天地的巨大黑色雷柱 这些大腰们凶恶的脸上 都露出了金融 九头大腰权限 此刻 就算那金夫不想去相信面膜黑雷中的人是那个人 也得相信了 随后 金夫脸色很不好看地再度望向那面膜黑雷 恨然出声道 就算是那涅絮影下这面膜黑雷又能如何 这黑雷之下 就连我都要灰飞烟灭 他引动这黑雷 不过是自寻死路而已 而且还会死得很惨很惨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 金夫的脸上都露出了猙獰的狠色 先前金夫不相信这远古传说之雷是时风引动 如今事实注定 不得不相信了 他便坚信那涅絮定然要在这面膜黑雷下惨死 这时金夫抬头望向了上空的白雅 滴鹤道 白雅 既然你我都与那面膜黑雷中的涅絮有仇怨 先前让他在你我攻击下侥幸逃过一命 如果他那条贱命这次还能扛下这面膜黑雷而不死 你我再度联手 将他斩杀如何 听到金夫的话后 白雅低头 面容之上对着金夫浮现了不懈的冷笑 道 你这卑鄙小人 上次我白雅乃是上去堂堂正正 面对面地要将他轰杀 而你是使用卑鄙手段偷袭 你可不要说你跟我联手 不然的话 简直在羞辱我 你 一听白雅的话 金夫的脸色旋即阴沉了下来 对着白雅冷冷吐出一个你字 哼 紧跟着 金夫又发出了一道怒哼 哼 你等小人 我白雅修与你为伍 我白雅的仇人 我白雅自己会亲手将他斩杀 白雅说完之后 再次抬起了头 不想再理会那个卑鄙之人 目光再望向了前方远处的面膜黑雷 这时候 他们发现了这面膜黑雷 不像先前那样再扩散了 而是有在逐渐减弱的趋势 嗯 而就在这时 黑袍人突然发出了一声轻昂之声 他突然感应到 正有三道半神之径的气息 朝着这方急速接近而来 竟然又有人进入到了这妖神允帝 黑袍人低声惊呼 如今身于妖神允帝的他 还不知这面膜黑雷 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大动静 第九百六十七张雷 继续降 妖神允帝 巨大的黑色雷柱远处虚空 当黑袍人感应到三道半神强者的气息 正朝着这方急速接近之时 紧跟着 他又感应到了十几道气息 在这妖神允的出现 有半神强者的气息 也力量旨在五帝境 甚至五圣之境的气息也有 看来 这处妖神允帝已经不再是秘密 陆陆续续帝进来了不少人 都朝着这处面膜黑雷之地赶来 黑袍人低难自语着 跟着 他偷偷地向金夫传音过去 这处妖神允帝 看来已经被这片大荒的各族部落发现 如今已经进入了十促人 都朝着的方向过来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才是 不然的话 想走也走不了了 金夫听到黑袍人的话后 望向黑袍人 又转过头望了望那面膜黑雷 原本这金夫 是想等到这面膜黑雷消散 确定面膜黑雷中那聂许灰飞烟灭 他才离去 如果那聂许真的命运 没有在面膜黑雷下身死的话 他毫不一下攻击 把那聂许给彻底铲除 可是现在 黑袍人说有十几人进入到了这妖神允帝 他们现在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那荡虎与那雷轰 到时候并会跟其他部落的人说 他金夫 是邪恶山巫族潜入这片大荒的间隙 毕竟他们看到了他金夫 与这凶名昭著的黑袍使者在一起 而且这片大荒上 可是没有人知道他金夫的过去 荡虎跟雷轰 一个是荡族部落的强者 一个是雷族部落的强者 他们说出来的话 可比他金夫要令人信服地多 灭魔黑雷中的孽旭 还没有确定是否身亡 就这样离去的话 他金夫确实有些不甘心 但如黑袍人所说 如果再在这里待下去 等到那些各族部落的强者到来 他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而看灭魔黑雷 现在依旧拥有狂猛毁灭力量的趋势 一时间根本还无法消散 无法确定 我们走 最终 金夫做出了选择 对着黑袍人发出一声不甘心的嘀吼 随后 右手一动 金夫将手中的千里神镜对准自己 旋即间 千里神镜上亮起了银银清光 照出了一束青色光芒 照在了金夫他自己的身上 紧跟着 金夫的身形瞬间远去 很快消失在了他人的视线当中 离开了这方天地 他以千里神镜催动身形远钝的速度 竟然远超半神镜的挪移身法 半神气千里神镜 竟还有这等玄妙 金夫远钝之后 黑袍人的身影 在没有任何人的注意下 无声无席间 如黑雾一般 引入虚空 悄然消失不见 这不是雷族的雷轰 荡族的荡虎吗 还有黑鸭族的白牙 你们竟然也在这里 这里 到底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 荡虎白牙所在的这片虚空 突然有三道身影浮现 其中一人见到荡虎 雷轰 白牙三人 开口询问道 黑鸭族白牙听到来者的声音 面容淡然地转过头看了几眼 看到出现了三道身影 跟着 白牙便没有理会他们 再而转过头去 凝视着前方那黑雷 黄族部落族长黄熙 利族部落族长英正 满月族部落族长月晨 见到闪现的那三道强大的身影 浑身闪耀着雷光的半神强者雷轰 喊出了三名强者之名 他雷族部落 与这三族部落还算交好 雷轰开口 对这三人说道 我们原本有六人 正在追杀那夜偷入 阎族领地的山巫族少年 却被那卑鄙阴险的金夫出卖 他与那山巫族黑袍使者联手 将我们六人骗入 蛮腰山脉中的一处远古大阵 结果只剩我跟荡湖两人生海 我们后来侥幸破开那远古大阵 结果出现了一个漩涡 将我们吸入到了这里 满腰山脉那漩涡 原来吸入我们进来的那漩涡 是你们破开了一座远古大阵后产生 黄族部落族长黄熙 在听了雷轰的话后 惊呼出声道 他惊呼的 乃是满腰山脉那的地方 竟然有一座远古大阵 那么说的话 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处远古遗迹了 跟着 立族部落族长英正也跟着开口道 金夫这个名字我有听说过 前段时间得到了半神器千里神境 在我们这片大荒野是传得沸沸扬扬 没想到 他竟然是邪恶山巫族的奸细 正是 那是个极为卑鄙阴险的山巫族 三位族长日后离开此地 并要通知各族部落 遇到此人便将他轰杀 以免再耍阴谋诡计 祸害我们这片大荒各族部落之人 一说起那金夫 荡族部落的荡虎 也跟着满是气愤地开口说道 真是恨不得将那害得自己 差点身亡的畜生 给八皮抽筋 痛饮他血 那这黑雷又是怎么回事 这时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满月族部落族长月臣 指向远处那狂暴强大 拥有极强毁灭之威的巨大黑色雷霆 问雷轰击荡虎道 以问起那黑色雷霆 黄熙与英正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极度好奇之色 他们在外界也见到了那巨大的黑色漩涡及降下的这道黑色雷霆 他们是被这黑色漩涡及黑色雷霆所吸引才赶往蛮腰山脉 却是没有想到 赶到蛮腰山脉后 继续追寻着那黑色漩涡及黑色雷霆而去 却突然遇到了一个神秘漩涡 被吸入到这个神秘的世界之中 到的此处才知道 原来这黑色漩涡及黑色雷霆 是在这里产生 听到月臣发问 雷轰的目光在一次转向面膜黑雷那边 在一次恨然出声 说道 这就是那夜进入盐族领地的那个山巫族间隙所引下 那个山巫族少年 所引动这黑雷 当黄熙 英正 月臣 听得雷轰的话后 齐齐发出了一声惊呼 然后 他们三人的脸上 齐齐露出了极度惊讶之容 原本进入这个神秘世界后 他们以为这道黑雷 是这片远古遗迹中 远古之时留下的什么神秘力量产生 因为一击通道打开 所以才在外面世界也显现了这黑色漩涡 这道黑色雷霆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竟是人为产生 是有人引动了这黑雷 巨大的黑色漩涡 巨大的黑色雷霆 很明显 这便是远古之时 那传说中的不死魔神境界突破时 苍穹所降下毁灭他的面膜黑雷 却是没有想到 今时今日 竟然也有人引动了这面膜黑雷 还是那邪恶的山巫族人 第968章雷中吼声 引动这面膜黑雷的 竟然是那邪恶的山巫族人 此人绝对不可以留 不然的话 待此人继续成长下去 我们这片大荒 必将生灵涂炭 当黄熙 英正 月晨 从雷轰口中得知 这引动面膜黑雷的 竟然是那邪恶的山巫族人 满月族族长月晨 连忙面露杀意 狠声说道 确实不能留 这时 黄族族长黄熙 立族族长英正 也跟着点头应道 两人的脸上 同样浮现了杀意 山巫族是杀成性 无恶不作 奸淫掳掠 丧尽天良 与这片大荒各部落 结下了数千年的大仇 数千年下来 各个族部落不知有多少勇士 强者 死在了那邪恶的山巫族人手中 各部落不知有多少女人 被那邪恶的山巫族人抢去 糟蹋 对于这片大荒的各个部落来说 邪恶的山巫族人 人人恨不得将他们一个个扒皮 抽骨 痛饮他们的血 恨到至极 就算此人不死 我们也应该一同联手 以权力 将此人给轰杀 这时 雷轰跟着再次开口 提议道 对 没错 此人必须要死 但胡也跟着硬喝 五名半神强者 很快便达成了诛杀山巫族的联盟 而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突然跟着响起 就算此人没死 你们都不可妄动 因为他 是我白牙要杀的人 声音中 套着不容人拒绝的霸道 仿如命令一般 这道声音 正出自黑鸭族的天才 白牙 白牙 你 听到白牙那般强硬霸道的话语后 雷轰与弹虎 玄机面上在露冷色 望向那白牙 先前这白牙 心是他们 称他们为两个废物 没有资格跟他白牙靠近 甚至还叫他两滚开 便使得这两人心中很是不爽 此人如若未死 谁都不能动他 让他恢复好力量 我白牙要与他公平一战 你们若想要动他 除非我白牙已死 不然的话 谁敢动手 便是与我黑鸭族为敌 白牙在而冷然出声 说黑鸭族乃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老种族 在这片大荒中 极有影响力 实力极为强大 比运极为深厚 不少种族对于这黑鸭族 都极为忌惮 黄族 立族 满月族 雷族 荡族 这五个种族加起来 都不是一个黑鸭族的敌手 白牙霸道的一句话 令得那五名半神强者 都沉默了下来 在这片大荒 谁会想与他黑鸭族为敌 不过 那雷族的雷轰 面容闪过一丝狠色 暗自传音给其他四人道 这白牙 既然明完不灵 可能会误我等大事 令整片大荒 今后陷入生灵涂炭 水深火热之中 要么我们一同联手 先将他给制服 再谋大事 我赞同 听到雷轰的传音 荡虎连忙回道 我黄族 不想与黑鸭族为敌 这时 黄族部落族长黄熙表态道 我立族 也不想与黑鸭族为敌 跟着 英正也传声表态 你们做什么 我月臣都将没有看到 满月族的月臣 最后也传声 月臣虽未说明 但他的意思却已经很明显 就是说他们与那白牙相斗也好 杀了他也罢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知道 听到这三人传声 雷轰与荡虎虎看了对方一眼 结果他们还是选择了沉默 而这时 他们所在的这片虚空 又有四道透着强悍气息的身影闪现 又有四名半神境的强者到来 远处虚空 还有九道身影 朝着这边急速飞冲接近 见到这么多人出现 雷轰与荡虎 更加打消了向白牙出手的念头 如今这样还向白牙出手的话 就算偷袭成功 杀了白牙灭口 那么也定然会在这片大荒流传开来 只要传入黑鸭族 那么他们的雷族与荡族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尽管他们对那白牙不爽 但也只能将这口气忍下来 远处 不仅不断地有人族舞者到来 就连蛮妖 也是接连不断地出现 其中甚至又来了八头身躯巨大 气势强悍 拥有半神之力的大妖 人族与妖族 依旧隔着距离 仿佛约好了一般 战时并不见有侵犯对方的举动 目前的注意力 全数集聚在那面膜黑雷上 原本一片死集 生机全无的妖神隐帝 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 妖神隐帝 这片就连远古之时 拥有真神之力的妖神 都陨落的天地 目前除了那连接天地的 巨大黑色雷柱外 众生灵并未遇到 其他的什么凶险 仿佛这片天地 除了原先的一片死集外 并没有其他的什么存在 就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小世界 此时此刻 已经又有三个时辰过去 这时 人族舞者竟然集聚了三百多人 来的 都是这片大荒各部落之人 当他们得知那面膜黑雷之下 竟然是那夜闯入 严族部落的山巫族人时 一个个连忙动了杀心 邪恶的山巫族 竟然出了如此逆天的妖孽 引动了传说中的面膜黑雷 如果让这样的人物 日后成长起来的话 那还得了 一道道杀意 瞬间在人群之中 弥漫而开 而渐渐的 人们已经发现 那道悬浮苍穹的黑色漩涡 已经开始在缩小 那道从黑色漩涡中降下的 灭膜黑雷 也在变弱 看着仿佛在向中心处凝聚的趋势 但愿那邪恶的山巫人 已经在这灭膜黑雷下灰飞烟灭 就算没有灭亡 我们也一定要将它斩杀 不能让它存活 有一名壮硕的壮汉 双目依旧凝聚着那黑色雷霆 面露狠色 滴喝出声道 那壮汉话音落下 连忙有不少人跟着附和道 没错 邪恶的山巫族 乃是我们这片大荒的大患 我们就该见一个杀一个 更何况是这引动灭膜黑雷的山巫族 涅絮 更加该死 啊 就在这时 一声仿如凶兽般的怒吼声 突然从前方远处响起 回荡这片天地 这吼声 好像就是从这面膜黑雷中传出 紧跟着 人族还有妖族们皆感应到 一股强大 仿如远古凶兽突然觉醒的气息 在那突然冲天升起 这片天地 再次回荡起了一阵怒然大鹤 黑色劫雷 给本少破 第969章不死魔体出世 黑色劫雷 给我破 一道如猛兽般的怒然大吼回荡天地 一股仿如凶兽觉醒的绝强气息 在面膜黑雷中升起 紧跟着 在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下 人族及妖族们皆看到 那道拥有绝强毁灭之威的黑色雷霆 突然间溃散 就连苍穹的黑色漩涡 都仿佛受到了强大无形力量的冲击 破散开来 那 那是 这 还是人吗 就在这时 一道道的惊呼声随之响起 就在先前那黑雷巨注的中心 一道面目全非 浑身上下血肉模糊 鲜血淋漓 甚至森森红骨都清晰可见的身躯 悬浮虚空 简直触目惊心 极为圣人 这具身躯 浑身上下还在不断低躺着鲜红的血液 不过也有人发现 竟有一丝丝的黑色雷电 还在他这具残破的身躯上急速流转 这雷电 正是那面膜黑雷 久忧不灭 横骨长存 久忧 无灭体 就在这时 那道血肉模糊的身躯低喝出声 以同样血肉模糊的双手 截地了一道古怪玄奥的手印 紧跟着一道极为浓郁的生命气息 玄疾被人族及妖族从那道身躯上感应到 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道残破的肉身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生长着外皮筋骨血肉头发 不死魔体 如此强的肉身恢复之力 定然是远古之时 不死魔神的不死魔体 有人见到那具正在急速恢复的肉身 又结合先前的天地异象 面膜黑雷 自然而然地认为了是不死魔神的不死魔体 远古之时不死魔神 流至现今的传说中 之所以被称为不死魔神 因为有着一具强悍不死超凡恢复之力的肉身 在那个时代 被称之为了不死魔体 而此刻石峰 残破的肉身也正在以肉身能见的速度恢复 肉身恢复 石峰不仅在失九幽不灭体 还暗自运转生命骨子 而且石峰发现 肉身在那黑色劫雷的摧残 洗礼下 自己体内 竟然多了两滴鲜红妖艺的不死之血 多了这两滴的不死之血 所以肉身恢复的速度 比之先前更加的快速 这具肉身的生命气息 更加的浓郁 不死魔体出世 快 大家快毁灭他 他可是邪恶的山巫族人 就在这时 一道带着焦急的大吼声 从一名身着兽皮衣衫 身躯壮硕的大汉口中吼出 这道吼声 很快在这片天地间回荡开 那喝声仿佛开了个头 杀 紧跟着 一道道喝沙之声响起 原本就对那山巫族妖孽 满是沙翼的各族强者 勇士 纷纷朝前闪动 祸破空而去 石锋残破的肉身急速恢复 年轻俊逸的面容 已经重新长在了脸上 新生皮肤看上去 比之曾经更加的白皙细腻 有如玉斑光泽 望着前方气势汹汹 满是沙翼涌动而来的身影 石锋脸上毫无聚色 反而大笑道 没有想到本少不过是经历次雷劫而已 却引来了你们这么多人 而且看样子都是来要本少的性命 经历次雷劫而已 石锋可是不知道 他这雷劫是多么逆天的面膜黑雷 而在这满荒大陆 谁若是不入伴神境降下天地劫雷 会说只经历次雷劫而已的 估计也就只有他了 雷劫 那时有着逆天天赋 才会被上苍所不容 降下雷劫欲毁灭 等引动天地劫雷的人 哪个不是人中龙凤 绝是妖孽霸主 都给我 退下 就在这时 一道极为霸道冰冷 仿佛不容任何人拒绝的声音 突然间响起 而就在众多破空身影的前方远处 一道年轻 身着黑色羽衣 壮硕透着强悍气势的身躯闪现 紧跟着 那道强悍的身躯上 突然席卷出一股无形强大之力 向着后方人群奔涌 当听到那霸道无比的言语 当看到那道年轻强悍的身影 当感受到那道身影上席卷出的无形强大之力 朝着急速破空的一道道身影玄机顿指 十几道原本朝前闪动的身形 也纷纷在那道年轻身影的身后不远 现出了身 顿指在那道年轻身影的后方 不是因为这人强大 震折住了全部的人 这里大约有三百多人联手 自行轰杀他这一名半神强者 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人们之所以停顿身形 而是纷纷认出了他的身份 黑鸭族的少族长 白牙 黑鸭族白牙 你族我们灭杀这山巫族孽障 这是为何 白牙身后不远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开口 问道 此人 力量也在半神之境 也算是这片大荒一个大部落的长者 那部落虽不及黑鸭族 但底蕴也极为深厚 白牙的目光依旧冷视着前方 根本没有回头理会后方各族部落之人 冷冷开口 道 此人 乃是我白牙要杀之人 我说过要亲手将他杀人 在我白牙与他的一战没有结束 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动他 否则 那就是跟我黑鸭族为敌 白牙 再一次搬出了他引以为傲的黑鸭族 黑鸭族一出 身后各族部落之人莫不作声 不过那个身为大部落长者的老者 没有怕他黑鸭族 以质问的口吻问白牙道 此子天赋无穷 如果今日不死 他日定然会成为我们这片大荒的一大后患 我问你白牙 如若因为你的阻止让他今日逃脱 这责任谁来担当 说到最后 这老者的语气也变得越加严厉起来 我白牙 自会承担 白牙硬喝道 跟着冷恒一声 道 哼 天赋无穷 我白牙这就去取他人头 白牙最后冷喝一声 身行旋即一个闪动 朝着前方急速闪动而去 就在这时 又一阵冰冷的喝声 在这片天地间回荡起 山巫族不死魔体 你可敢与我白牙一战 吉老 我们该怎么办 白牙身行闪去 有人开口 征询那出自大部落的长者 吉老 黑鸭族 白牙 吉老没直接理会开口说话的身旁之人 而是在而呢喃着白牙之名 及他的种族部落 跟着 吉老缓缓开口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被称为我们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 传闻乃是天生霸荒谷 第970章天生霸荒谷 天生霸荒谷 黑鸭族白牙 被称为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 传说天生便是拥有举世难见的霸荒之谷 霸荒 传闻乃远古之时 一名曾一统这片大荒的霸者名字 他的肉身骨骼天生就不凡 所发动的力量攻击 在同境界可说是无敌般的存在 而白牙 天生拥有的 竟然乃这等霸者曾经拥有的体骨 山巫族不死魔体 你可敢与我白牙一战 肉身正在急速恢复的时风 突然听见了这片天地间响起的一道冷喝 随即便感应到了一股绝强的气息 朝着自己急速接近 一股绝强的战役 汹涌向自己 山巫族 不死魔体 池峰低难着这几个名称 不过他已确定 来者 是为自己而来 要战便战 本少有何不敢 池峰傲然出声回道 此时此刻 他的伤势已经彻底得到了恢复 不过仍有一丝丝的黑色雷电在他的身上游走着 对于这些黑色雷电 石峰对他们竟然有种如臂食指的感觉 就好像 这些黑色雷电 如今已经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石峰心念一动 这些黑色雷电 果然纷纷地钻入了自己的体肉之中 开始在自己的体内游走 然后 石峰从除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件白色长袍 披在了这具自己赤裸的身躯上 战 就在这时 石峰的身形猛然一个闪动 消失不见 步入了半神之境 石峰如今的速度 自然达到了极快 有如瞬移一般 通闭一声暴鸣之声 突然在上空之中响起 两道接透着强悍气息的身影闪现 然后开始了剧烈的碰撞 发出了一阵剧烈的暴鸣 不过紧跟着 人们便看到了一道身影 直接被对方给一拳轰飞了出去 嗯 他 他竟然一击之下 便被击飞了 如此的不堪一击 不是传说的不死魔体吗 怎么竟然会这么美用 难道不死魔体 只不过肉身伤势有着超凡的恢复之力而已 要么是这不死魔体确实太弱 要么就是 这天生霸荒骨 实在是太强了 白牙 不亏为我们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 不死魔体 看来根本不足为患 一阵又一阵的惊呼之声 从人群之中响起 不过也有一些看出端倪的人 口中默念着 天生霸荒骨 不死魔体 然后略有深意地摇了摇头 那出自大部落长者的吉老 便是看出这端倪的其中一人 那片战斗的虚空之中 白牙望着那被自己一拳轰飞的身影 冷声喝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白牙一战 竟然不用全力 简直是找死 那道急速倒飞的身形 猛然间一顿 低头望着自己的拳头 感受着自己刚才的力量 大笑道 好 很好 经那黑雷的洗礼 看来本少此次 收获确实不小 石峰刚才 并未运用半神之力 只不过以肉身之力轰拳 跟白牙的拳头来了个猛然撞击 虽然自己被白牙的力量给一拳轰飞 不过石峰感受着自己的肉身之力 反而畅快地大笑起来 肉身经过黑色劫雷的洗礼 不仅体内多了两滴不死之血 就连肉身之力也直接达到了九星地级 以石峰如今对于半神境的感悟 肉身今后步入半神 也是迟早的问题 既然你自己想找死 那便怨不得我 望着那不仅不动用全力 面对自己的贺问还发出大笑的石峰 白牙的脸上在而浮现了更甚的怒气 身形一个闪动 消失不见 荒 就在这时 一声轻喝之声 突然在石峰的前方响彻而起 而也就在这道声音响起之际 顿时间 石峰感应到一股仿如来自远古荒凉的气息 朝着自己席卷而来 白牙身影 瞬间在石峰的身前闪现 隐隐地 石峰仿佛看到了自己身前 出现了一道巨大无比 霸道无比 同样仿如来自荒谷的身影 巨大的拳头如小山一般 朝着自己狂猛轰来 自然的 石峰看到的那道巨大身影 不过是白牙发动强大的战绩 发出的一股气势而已 仿如拥有荒谷巨人之威 白牙这战绩 竟让我有种身陷荒谷 仿如看到荒谷巨人 发动可悔天灭地般的强悍一拳 如此强大气势 发动如此强大的一击 白牙这战绩估计乃是半神级战绩了 远处的武者见到白牙发动的攻击 惊呼出声道 白牙乃是黑牙族的少族长 以黑牙族的底蕴 这白牙修炼半神级战绩 也不稀奇 有人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说道 在我们眼中遥不可及的半神级战绩 半神级战器 但在在这白牙眼中 应该并不算什么 屈空 剑杀 石锋感应着白牙那一拳轰来的气势 冷视着白牙轰来的那一拳 右手凝结为剑指 冷冷一喝 顿时间 一道无形强大之剑 立即在石锋前方的虚空中显出 挡在了白牙一拳轰来的轨迹上 先前在这妖神陨帝之外 白牙也是轰来强劲的一拳 石锋也是施展虚空剑杀来挡击 不过最终却被这白牙一拳给轰灭 如今的石锋 已经成功步入半神之境 虚空剑杀的威力 根本不能与先前同日而语 通地一声暴鸣之声 顿时间又在那片空旷的虚空中闸响 白牙带着强大气势的一拳 已经狂猛地轰击在那道无形之剑上 这白牙 不愧为白牙 不愧为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 石锋感应到 以自己如今力量化为的虚空之剑 竟然在一次被这白牙给一拳轰灭 不过这白牙 看来也是不太好受 在他一拳轰灭虚空剑杀的同时 竟在那道无形之剑的力量下 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白牙倒飞了 而石锋 依旧无损地奥利于虚空之中 石锋冷视着这急速倒飞中的白牙 右手的剑指指向了他 跟着石锋在而冷冷一喝 虚空 剑杀 旋即之间 一柄仿如具山般无比巨大的无形之剑 在白牙的上空之中显现 然后朝着那白牙 轰杂而下 天地间 顿时瞑漫起了一股强烈的剑杀之威 第971章 江血焰剑杀 啊 倒飞中的白牙 早已感应到笼罩自己的剑杀之威 早已感应到上方轰砸下的巨大无形之剑 他旋即发出了一阵诺然大吼 紧跟着 白牙右手长爪 又是一阵大鹤 灭 与此同时 白牙一爪轰向长天 所用的这一击 竟然又是半神级战技 果然如众人所说 半神战技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 但对他这黑鸭族的少族长白牙 根本算不得什么 一股强大无形的毁灭之力 在白牙的那一爪之下显现 那朝着他轰下的巨大无形之剑 瞬间破灭开来 白牙倒飞中的身形 也是跟着猛然间一顿 霸荒之骨 觉醒之力 啊 而就在这时 白牙再次发出了一声诺然大吼 吼声之中 人们突然感应到 一股有着绝强威压的气息 在白牙的身上猛然升起 白牙的整个身躯 突然撞瘦了一大圈 显露在黑色羽衣外的手臂 一块块突出的肌肉 在而更高隆起 令得白牙整个人看上去 拥有比之先前更加强悍的力量气势 随后 白牙的视线在而冷视 向前方的那道身影 冷冷道 你很不错 山巫族的神巫 竟然让我白牙 觉醒霸荒之骨的力量 将你轰杀 先前在满腰山脉 黑袍人以秘术幻化山谷 幻化石峰的幻影 那道石峰的幻影 便对白牙自称为山巫族的第一天才 神无 拥有如此逆天天赋 如此的战力 又是如此的年轻 白牙真的已经将这个人 当成了山巫族的第一天才 神无 一切 便到此为止吧 神无 白牙望着前方淡然说出这句 紧跟着身形在而一个闪动 已经消失 不过不到半个呼吸 白牙已经重新闪现在了石峰的身前 荒 又是一阵低喝 白牙又是一拳向石峰狂猛轰出 石峰再一次仿如看见了荒谷巨人 不过石峰也已感应到 此刻的白牙 这轰来的一拳 力量确实不是先前的那一拳的攻击可比 看来 这才是这白牙真正的战力 不过 面对那白牙更加强大的一拳攻击 石峰没有必退的趋势 你难道 看来 此招也该是一下了 躯空 剑杀 就在这时 又一道低喝声从石峰嘴中喝出 紧跟着 一道无形之剑在而在石峰身前凝聚 但是又紧接着 无形之剑上 燃烧起了一场星红妖翼 散发着无比阴冷气息的火焰 这星红妖翼的火焰正是石峰的丹田火焰 圣火 而如今也是成功进化为半神境的天级烈焰 石峰此刻施展了虚空剑杀的力量 再融合了半神级天火圣火之力 就连前方狂猛一拳轰来的白牙 感受到那强大的沙发剑意 再加上一股狂暴阴冷的火焰之力 她的脸色都跟着变了一变 那抹看似健壮的血色烈焰 竟然让她心中升起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 不过紧接着 白牙的脸上流露出了满满的剑意之色 低吼道 我白牙 乃是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 天生霸荒骨 如今觉醒霸荒骨之力 什么力量都会被我白牙一拳破去 什么人都会被已经白牙一拳击杀 白牙低吼着 轰出的狂猛又拳 毅然决然地在往前轰 很快便轰在了那数着 燃烧于十风深前的血焰之剑上 轰一声再如狂雷般的爆鸣声再度响起 就在白牙一拳轰在那血焰之上后 年轻的脸上 双眼立即瞪大 浮现了极度的震惊之色 这一拳乃是他觉醒霸荒之骨 发动的最强一击了 可是竟被那血色烈焰给挡下了 十风冷视着前方白牙 冷冷开口 道你年纪轻轻 能有此天赋已很是不错 不过可惜 你今日遇到了我 注定要拜 十风对白牙所说的语气 态度 就仿如大人对小孩 武道宗师对弱者 望着十风那副模样 一时间令白牙很难接受 令得他想要抓狂 啊 该死 白牙在一声怒吼 轰在血焰之剑上的拳头猛然一缩 再而一拳狂猛轰击而出 去死 他可是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白牙 还没有人敢以这样姿态 这样的语气 在他面前这样对他说话 特别是 这人跟他一般的岁数 一样的年少 死啊 死啊 此人一定要死啊 而且还死在我白牙的手中 要被我白牙亲手斩杀 白牙在心中狠狠地说道 哼 面对着白牙的再度攻击 十风发出了一声冷哼 紧跟着剑指一动 那柄悬浮身前熊熊燃烧的血焰之剑 朝着白牙一剑斩去 顿时间 白牙只觉一股浓烈的沙发剑翼 一股阴冷强大的烈焰气息 朝着自己席卷而来 血焰之剑旋即斩在了白牙轰来的右拳之上 白牙凝聚右拳的力量 竟然立即便被这血焰之剑给斩灭 随后 沙发剑一直冲白牙 狂暴地血色烈焰 也顺着白牙的拳头 朝着他的手臂燃烧而去 很快 血色烈焰便蔓延了白牙 全身 这 败了吗 就连我们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白牙 都不是不死魔体的对手啊 不死魔体 果然变态 白牙一败 我们大家一同出手 一定要将这邪恶山巫族的不死魔体给斩杀 杀 就在这时 众人见到白牙浑身上下都燃烧起了新红色妖艺的烈焰 知道白牙一败 连忙喝汗出声 就连这片大荒第一天才白牙 都败在了这拥有不死魔体的山巫族少年手中 见识了不死魔体的强大后 他们更不想这个巫族少年再活在这个世上 死 此子一定要死 不可存活于世 啊 区区烈焰 还烧不死我白牙 化为熊熊燃烧人形血焰的白牙 一吼之下 覆盖在他脸上的血色烈焰随即退去 那张年轻不过已变得极度凶恶的面容显露而出 池峰确实已经发现 妖艺的圣火虽然燃烧着这白牙 不过并没有彻底地焚烧他的肉身 大部分火焰之力 都被他身上所穿的黑色羽衣所挡 这件黑色羽衣 乃是拥有远古神兽三族金屋血脉的大妖黑鸭 双翼上精华毛鱼所凝聚而成 相当于一件防御强悍的半神器 第972章最强攻击 见到那在圣火燃烧之下 海凶恶猖狂的白牙 东 一声钟鸣之声回荡天地 半神战器大地神钟悬浮于白牙的上空 石锋在经历面膜黑雷时 便将大地神钟收起 此刻见这白牙以黑牙毛雨 在圣火燃烧下顽炕 便拿出大地神钟 大地神钟线 终声被敲响 见到大地神钟的那一刻 那些人族不少人的脸上 旋即浮现了贪婪之色 这其中 可是有不少人听说地族至宝被抢 都经历过寻找山巫族少年大地神钟 没错 果然是地族至宝大地神钟 杀 杀死这山巫族不死魔体 抢这大地神钟 只要我拥有了大地神钟 就等于拥有了全世界 一个个见到大地神钟的人 更加的蠢蠢欲动起来 东 大地神钟在一声阵鸣 朝着白牙猛罩而下 白牙的身躯 旋即便被大地神钟给覆盖 吃空 剑杀 持风一声冷喝 剑指强劲地点在了这大地神钟上 当一阵无比剧烈的钟鸣声响起 不过并没有阴波力量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所有的震荡 都集聚在了这大地神钟的内部 啊 剧烈的钟鸣声钟 隐隐响起一阵如野兽般痛苦的嘶吼 像是白牙的声音 持风双目凝视着大地神钟 再而冷冷说道 本少不管你是谁 什么天才不天才 既然你想过要本少的性命 你就必须得死 说着之时 持风的剑指在一次震在大地神钟上 东 大地神钟在一次被震出无比剧烈的钟鸣 啊 紧跟着又一道痛苦的喝海响起 跟着又传出了白牙的呵吼 你杀不死我 我白牙 天生霸荒谷 迟早要成为这片大荒一带霸主的人物 我不可能会死 哼 好笑 听到这白牙的话后 持风咧嘴冷笑 此人如今落入了自己的手中 那是必死无疑 跟着 持风不再理会大地神钟内的白牙 这人在大地神钟内跑不了 自己迟早可以磨死他 随后 持风的视线开始扫视着四方虚空 其实持风早已发现自己如今的处境 自己早已被人给包围 每个方向 都至少有三名半神强者坐镇 跟着是一些非在半神强者身后的半神以下舞者 他们趁着自己度黑色劫雷 恢复伤势之时 便已对自己布下了天罗地网邪恶的山巫族人 你死其已到 对着持风冷喝的男子 浑身紫色雷霆闪耀 正是雷族部落的半神强者 雷轰 持八人 持八名半神强者 持风扫视四方的目光停下 望着前方冷笑着道 你们真是看得起本少 竟然十八名半神联手 来取本少的性命 好 很好啊 本少的性命就在这 你们谁有那个本事 就来取好了 持风的声音不响 不过在这片天地中回荡开 传入了这片天空每一个人的耳中 一股无形浓烈的沙发之意 从持风的身上再度升起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 持风的话音响起之时 不少人便开始注意着其他人的动静 虽然开始有人不断在喊大家一同出手 不过到的现在 还是没有出现先出手的人 这涅序被包围 死是必死无疑的 但是一旦对他先出手的强者 就可能会被这凶恶的妖孽给盯上 反正这妖孽是活不了了 但他可能会不惜一袋力量 先将对他出手之人给轰杀 持风从面膜黑雷中走出 又大败白牙 余威犹在 就算没有被这山巫族涅序给轰杀 但是如果被他轰伤 那自己夺得这大地神中的机会 也将失去 只会成全了别人 一个各口口声声说邪恶的山巫族人 一个各口口声声说杀死他 但却也一个个心怀鬼胎 心中盘算 此涅序凶悍 大家一起出手 杀 那出自大部落的长者极老 见到没人出手 仿佛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极老一阵冷喝之后 他自己率先而动 一个身形闪动 朝前闪去 见到极老身形闪动后 这时 一个个半神强者才带头而动 十几道身形连连闪动 那些未入半神的大荒勇士们 也开始凝聚全身之力 朝着忠心处那道强悍的身影 发动着全力攻击 作为助力 哼 来得正好 本少还正担心你们不一起过来呢 见得那些连连闪动 朝着自己急速地接近的身影 十凤在而嘴角裂开 露出了冷笑 紧跟着 十凤在而一阵低喝 虚空 剑杀 接着 十凤在而强劲的一指 点在了大地神中上 这一指 十凤集聚了虚空剑杀之力 还有天极半神烈焰圣火之力 震响大地神中 东 大地神中在而被敲响 一股无比强大的阴波之力 如一股股汹涌翻滚的海浪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震荡而出 如今 十凤步入半神 又施展半神战绩虚空剑杀 加之天极烈焰 震荡而出的大地神中之力 根本不是曾经可比 这才是 十凤如今可以发动而出的 最强力量 要是先前他以这大地神中发动这般攻击阵向白牙 一招之下 或许便可将白牙给制服 不过十凤没有动手 他早注意到 还有那么多强者 正对自己虎视眈眈 十凤等着便是现在这一刻 给他们来一个惊喜 强大的阴波之力汹涌席卷 原本消失了的半神强者 立即被这阴波力量给震了出来 这股阴波力量 根本不是普通的半神静强者可以冲破 一个个原本杀相时锋的半神强者 连忙凝聚全身之力抵倒 不过已有一道道身形 已经被阴波力量震得不断向后倒飞 原本向自己发动的一股股强大力量 也在这强大的阴波力量下不断破灭 呃 呃 呃 一阵阵的喝喊之声 也不断地从人族舞者们的口中喝喊而出 因波力量所过之处 不达半神之境的舞者连忙纷纷避退 不过也有躲避不及的舞者 被震碎了身躯 死亡之力 魂魄流露出的新鲜血液 旋即朝着石锋奔涌而去 死亡之力还好 不是修炼死亡功法的舞者 一般没人会去注意 但那魂魄根血液 他们亲眼见到了被邪恶的石锋给吞噬 第973章天罡古矮 被石锋吸过来的死亡之力 魂魄 血液 很快便被石锋给吞噬 这时 一阵带着震惊的苍老声音响起 这邪恶的山巫族 竟然吞噬魂魄根血液 发出这阵喝喊的 正是那吉老 接着 吉老又喝喊道 你这逆子 竟然修炼如此伤天害理 阴邪的功法 老夫绝对不能容你再活于世 不过石锋也早就注意上了前方那个老头 其他半神武者 基本上都被大地神中的阴波力量给震退 而这个老头 却是浑身散发着浑厚的半神力 迎挡着阴波之力 双脚跨动 正一步一步冲自己走近 石锋还能够感应得到 正有强大的攻击力量 在这老头的掌间凝聚 这个老不死的不凡 石锋低难出声道 跟着又道 如若让这老东西逼近 破开我以大地神中发动的攻击 那么其他半神强者 将会趁机一涌而上 本少变为矣 这老不死的 必须要除去 石锋在心中狠狠说道 对那吉老 已经动了必杀之心 而引挡大地神中力量缓步走来的吉老 有着花白胡须的苍老面容 也是冷逝着石锋 对着石锋冷喝 山巫族小子 不管你天赋多少惊人 有老夫在 你只有灭亡意图 是吗 池锋听到那老头的话后 冷声应道 跟着强劲的一指在 而震响大地神中 席卷出剧烈的音波 朝着那吉老汹涌而去 池锋这次所发动的音波攻击 乃是音波力量凝聚 指轰那吉老 哼 这时 那老头发出了一声沉闷的怒哼之声 他的头顶上突然浮现了一口看似古仆的瓷碗 瓷碗倒扣 碗口对着吉老 洒下如星辰般的光芒 将吉老整个人都笼罩在了其中 天刚古碗 就在这时 当人们见到吉老头顶上方出现的那口古碗 连忙有人发出了惊呼之声 真的是天刚古碗 我曾经就有听说 吉老天刚古碗护身 在伴神之境 他可立于不败之地 又有人开口说道 又一见伴神器 石锋见到那老头头顶上倒扣的古碗 也跟着一惊 而就在这时 那大地神中凝聚全力荡去的音波之力 席卷在了吉老的身上 面对着石锋如今最强的攻击 但是这身处于星光之中的吉老 竟也只不过身形被逼的向后倒退而已 而就在石锋将力量全部凝聚 轰向了吉老这时 令得其他半神强者得到了喘息之机 此刻已有五道身影 闪现在了石锋的前 后 左 上 下 刺个拳头 一只脚 凝聚了绝强的半神力量 有烈焰 有雷霆 朝着石锋身体的五个部分 同时狂猛地轰来 每一道攻击都可看出 这五人已是同时对石锋发动了最强的一击 烧 石锋仰天 发出了一阵诺然大吼 一道狂猛的血色烈焰 旋即在他身上直冲而起 上方一脚踏向石锋的那人 首当其中 遭受到了狂猛的血焰一个焰烧 紧跟着 此人整个人都被狂猛的血焰力量 烧得直冲苍穹 与此同时 石锋同样燃烧着血色烈焰的双拳 一拳轰向前方那人 一拳轰向左边之人 右脚一脚朝着下方之人踏去 啊 啊 啊 顿时间 又有三名半神强者 被石锋给两拳一脚给轰飞 但是闪到他身后那人 右拳闪耀着狂烈的紫色雷霆 还是一拳接接是实地轰在了石锋的后背之上 啊 一阵仿如凶兽般的痛吼之声 从石锋的嘴中吼出 化为血色火人的他 顿时间在紫色雷霆游动起上 石锋身躯猛然一阵 连忙将身上游动的紫色雷霆给震散 连忙转身 石锋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一张熟悉的脸孔 一拳轰在石锋身上的 正是雷族的半神强者雷轰 是你 石锋一下子认出了轰了自己一拳之人 而见得如此凶悍的石锋 一拳轰了石锋的雷轰 竟被吓得身形开始不由自主递倒退 接着连忙身形闪动 准备逃离 但是石锋却左手抓着大地神中大步上前 血焰右手探出 快如闪电 一把向前抓去 身形正在闪动的雷轰 竟直接被石锋抓住脸面 给抓了回来 那张被血焰之手抓住的脸孔上 此刻布满了惊骇之色 这人 这人竟然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自己竟然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在他的面前没有一点的反抗之力 一道道念头在雷轰的脑海中不断闪过 但是紧跟着 雷轰却感觉到自己的浑身血液 开始了剧烈沸腾 朝着抓住自己的那只手逆流而上 不 雷轰发出了一阵骇然大吼 他想反抗 想挣扎 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生不起一点挣扎与反抗的力量 很快 雷轰那张惊骇的面容之上 五道血溅从他的五孔之中喷射而出 这一切 说起来话长 其实只不过发生于电光火石之间 而也就在这时又有十二道身影 在石峰的各个方位闪现 其他的十二名半神强者也已经杀来 这十二名半神强者闪现后 就是石峰的头顶上方 又有一道身影闪现而出 来者白发白须 头顶天刚古晚 身处星辰之光中 正是那吉老 吉老右手长爪 朝着下方的石峰猛然抓下 屈空 剑杀 石峰左手截剑指 朝着悬浮自己身旁的大地神中 再而一直点出 东 大地神中 再而被石峰一指震响 再一次震荡出了狂猛 如海浪般汹涌狂暴的音波力量 震向四面八方 一道道强大的攻击 顿时在这强大的音波力量之下被震灭 一道道身形 再一次被震飞了出去 不过石峰上空的吉老 引挡着汹涌而上的音波之力 却是面色不改 身躯不动 石峰顿时感应到 在那老头一爪之下 一道强大无形的爪力 已将自己笼罩 仿佛一个无形巨爪 将自己给握在了爪心之间 随后 吉老的右手 猛然间狠狠一握 与此同时 石峰只觉四面八方的无形之力 都朝着自己涌动 汇聚而来 那一股股强大的无形力量 仿佛要将自己的身躯给捏成粉碎 第974章猛战猛退 石峰浑身燃烧着血色烈焰 化身为血色火人 同样燃烧着血色烈焰的右手 抓着雷族部落的半神强者雷轰 雷轰此刻的身躯 正在急速地干瘪了下去 但是石峰 整个人却好像被笼罩在无形强大的大爪之中 然后 一股股强大无形的力量朝着他汇聚 要将他的身体给捏碎 石峰原本想再度施展虚空剑杀 震动大地神中 将汇聚向自己的力量给阵灭 但就这时 一束轻盲从天而降 将石峰给笼罩 石峰旋即感觉到 自己身体的动作 顿时变得极其缓慢 该死 这阴险小人 石峰旋即认出了这束照在自己身上的轻盲 乃是从那金夫的千里神镜中照射而出 这卑鄙小人 已经第二次趁着自己危险 要自己性命 这时 一道身影傲力于石峰上空 手持千里神镜 嘴角挂着冷笑 死吧 你这畜生 金夫低头腐蚀的下方石峰 狠狠低难道 好 去死 吉老也发现了石峰此刻动作变得迟缓的状态 发出了叫好之声 小子 这是你欠我的第二条命了 而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沙哑的声音 顿时在这片天地间响起 声音虚无缥缈 听到这声音之人 根本听不出这道声音在何处响起 而听到这声音的金夫 还有吉老 脸色齐齐一变 与此同时 一道模糊的黑影在那吉老的身旁突然闪现 跟着突然自爆 顿时产生了狂暴强大的爆破能量 冲向那吉老 还有汇聚像石峰的一股股无形之力 这黑影爆破 正是那黑袍使者的另一招半神绝技 暗影荡夜 暗影荡夜的力量下 那冲击像石峰 要将石峰捏碎的力量 顿时被破灭 而那吉老的身躯 虽有天当古晚的星辰之光护身 但猝不及防之下 还是被震飞了出去 又是你 又是你救他 他本来就要死了 你又坏我好事 上空的金夫 见到石峰在而被救 面目凶狠地怒声咆哮道 金夫的声音中 透着满是不甘心 这一次他则反而回击杀石峰 也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而就在这时 下方的石峰身躯猛然间一阵 顿时将照耀在身上的青芒给震散 石峰的身体 再一次回归了自由 不过与此同时 石峰感应道 那些原本被自己震飞出去的半神强者们 一个个又朝着自己急速接近而来 除了那刚被暗影荡夜震飞的吉老 还有那在自己手中化为干尸的雷轰 其他半神强者已经再次齐齐杀来 总共有十六人 屈空 剑杀 东 石峰在是一指震响大地神中 震荡出强烈的音波之力 席卷四方 啊啊啊啊 顿时间 一道接着一道的喝喊声又响起 一道道朝着石峰急速闪来的身影 再一次被震飞了出去 而这时 石峰顿时感应道 一股神秘的力量朝着自己涌来 这股力量正是那黑袍使者的隐秘之法 黑袍人 这已经是第二次救自己 对于他的力量 石峰自然没有抗拒 很快 他的身形便引入到了虚空之中 随后 石峰抓起身旁的大地神中 身形急速连连闪动 开始准备闪出这片天地 闪出这些各族部落强者的包围圈 对于黑袍人这秘法 石峰也是有所了解 黑夜的话 事半功倍 而如今天地大亮 一片光明 黑袍人虽然隐藏了自己 但也隐藏不了多久时间 再过不了多久 定然会被发现 自己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才行 杀了葛雷轰 又来了葛金夫 石峰现在还是要面对 十八名半神强者 而这金夫有半神器千里神境 有他加入 可比雷轰要难缠得多 怎么回事 那邪恶的山巫族人哪去了 石峰突然消失 顿时响起了众人的惊呼之声 众强者 目光扫荡这片天地 意念同时感应 寻找那山巫人少年的身影 就连头顶天当古晚的极老 都开始在寻找 十八强者中 唯独金夫望着手中古镜 随后 一声大喝 在这里 与此同时 金夫手里的千里神境 在而照出一束轻芒 斜照而下 照向了远处的一片虚空 顿时间 一道手持大地神中的白色身影 顿时在青色光芒的照耀下现出身来 此刻的石峰 已趁着影去身形之时 趁机闪出了众强者的包围圈 在那 见到石峰现身 顿时间 一道道身形连忙朝着他急速闪动 急速接近 王 八 但 石峰猛然转过身 狠狠瞪着斜上空手持千里神境的金夫 咬牙切齿地土出声 跟着 石峰左手将大地神中高高举起 对准斜上空的金夫 右手再次凝结强劲的一指点响大地神中 咚 一股强烈的音波力量 在从大地神中上震荡而出 石峰这次是以大地神中凝聚了全力 震向那金夫 这王八蛋 石峰真恨不得将他给直接震死 金夫没有想到 这涅蓄落的这种处境 竟然还对自己发动全力攻击 脸色旋即一变 手中千里神境照出的轻芒旋即一撤 再而照出一道轻芒在自己身上 金夫虽然有千里神境在手 但面对着如此强烈的音波力量震来 仍不敢大意 他这千里神境 虽然与极老的天罡古碗一样 都属半神之气 但天罡古碗乃是专门防御型的半神气 而千里神境 虽有多种妙用 可攻可守 但是防御的话 不仅天罡古碗 攻击的话 也不如大地神中 强烈的音波力量转瞬到来 金夫的肉身立即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紧跟着 金夫照在他自己身上的轻芒旋即暗淡 然后便溃散开 千里神境的轻芒境这样便被破去 金夫瞪大着双眼 随后发出了一道道又惊又痛的吼声 啊啊啊啊 在这强烈音波力量的冲击下 金夫仿如大海中的孤舟 随着海浪般的音波不断地晃荡 身躯不断地被破坏 接着 一口口鲜红的血液 从金夫的口中不断地喷吐而出 看来就在这短短瞬间 他已受了不清的伤 小子 快走吧 再不走 便走不了了 就在这时 黑袍使者苍老沙哑的声音 再从石峰耳畔响起 随后 便又有一股神秘之力落在了石峰的身上 石峰的身形 再一次被引去 第975章消失的蛮妖们 金夫在大地神中的剧烈音波下 虽已身受重伤 但是并没有死透 石峰是想再给这卑鄙小人补上一击 不过黑袍人发出提醒 再不走的话 便走不了了 随后 黑袍人便施展秘法 将石峰的身形再次引去 石峰刚才身形曝露 一道道身形正向着他急速接近而来 其中还有那的头顶天刚古晚 异常难缠的吉老 如果自己在发动攻击轰杀 那的金夫的话 那么必然会被他们追上 将会再次曝露身形 自己好不容易显向还生 为了葛卑里小人金夫的性命 那就实在太不值得了 紧跟着 石峰转过身 毅然决然地身形不断急速闪动 离开了这片天地 十八名半神强者 哼哼 你们等着本少下次的出现吧 杀 杀死他 邪恶的不死魔体山巫族 石峰的在此消失 一道道喝声不断地在这片虚空中回荡 一道道道来的身影 发动一道道狂暴的攻击 狂轰乱炸 要把这妖孽般的不死魔体山巫族轰出来 这一次他们算是真正见识到这不死魔体的强悍了 他不仅大败白牙 十八名半神强者对他进行围攻 竟还被他以邪攻惜干了一人的血液 在他退离之时 还把上空之中 突然出现住他们杀敌的金夫给镇成了重伤 此刻到来的重强者 对这片虚空进行了发狂斑地狂轰烂炸 却依旧没有将那道邪恶的身影给轰出 被隐去身形的石锋 其实早已经离去 众人的上空之中 那道被强烈的阴波力量 震成如死狗般的身影 随着阴波力量的逐渐消散 终于停止了晃荡 手持千里神境的金夫 最终还是硬挺着活了下来 不过此刻的他 看上去已满是狼狈 头发杂乱 身上的兽皮衣衫 已差不多被镇成了一条条的布条 染满了鲜红的血液 哦呼 紧跟着 一阵呕吐之声又从金夫的嘴中响起 一股鲜血 又被金夫从嘴中吐了出来 金夫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异常冰冷 透着浓浓沙翼的声音 在金夫的身后响起 金夫缓缓地转过了头 看到的正是对他恨之入骨的荡族强者 荡虎 雷轰已被石锋吸干了血液 丢入大地化为了一具干瘪的尸体 曾经被金夫设计骗入远古大阵的六人 如今仅剩下了这档虎翼人 随后 便见那档虎翼全狂猛地朝金夫轰了过来 不 不要 我们之间应该有些误会 一定是误会啊 我是那个单纯善良 恶于助人的金夫啊 可能你见到有人冒充我行恶劣之事 我刚才也听到有人谈起那冒充我金夫的卑鄙之人了 那个人不是我金夫 金夫见那档虎轰来 现在这副状态的他 哪里还抵挡得助办神强者的一拳 连忙慌乱开口 对档虎满是恳切地说道 也不得不说这金夫还是一个极致 这种状况下 这些话多立即被他想出来 不过那档虎 哪里会相信他这鬼话 狂猛轰来的一拳 猛然地轰在了这金夫的心口上 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阵痛吼 再从金夫的口中吼出 还好他手中的千里神静 在千军一法之际照出一抹清光 挡在了他的心口 虽被震得伤上加伤 但万幸地势 心口没有被档虎这狂猛的 半神之力给洞穿 不过金夫的身躯 却在那强大的半神力量下 被轰地飞了出去 金夫忍着剧痛 趁着自己急速倒飞之时 千里神静在手中一个翻转 又照出一束青芒在自己身上 紧跟着 金夫的身形顿时变得如青色闪电 急急闪动 瞬息之间 便闪到了这片虚空的尽头 然后立即消失在了档虎的视线之中 该 该死啊 档虎立即瞪大了双眼 见到金夫伤成这样 都让他在自己手底下逃亡 身形瞬息消失 档虎在心中满是懊悔地大吼道 只差一点点 那么一点点就把他给杀了 为同伴们报仇是小 只要杀了他 那般神气千里神静就属于自己了啊 不 我要杀他 我一定要杀他啊 档虎在心中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 跟着身形也是急急闪动而去 向金夫追去 是要将这金夫碎石万段 夺千里神静 这片原本变得狂暴的虚空 如今也跟着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轰了这么久 都没有将那邪恶不死魔体的山巫族少年给轰出来 他们知道 已经让他给彻底逃脱了 此次逃脱 他日必将成为这片大荒的大患 尽管不甘心 但他们也只能去接受这个现实 不过这些各族部落之人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聚在那山巫族少年身上时 却没有发现 原本远处的那数百头蛮腰 此刻已经全部消失了 不知他们去了哪里 一片空空荡荡 竟一头不剩 妖神允帝 一处地底深处 始风以地杀的大地神通 在地底中开辟了一个密室 他与黑袍人 都出现在了这处地底密室之中 对于地杀的大地神通 黑袍人原先本就有些了解 所以也见怪不怪 此时的他 面对着时风放在前方的那的大地大钟 大地大钟中 时不时地响起如野兽般的吼声 放我出去 畜生 你快放我出去 如果你放了我 我白牙说话算话 我们之间的仇恨一笔勾销 如若你再对我白牙如此无礼 你将永生永世 遭到我黑牙族无止境地追杀 直至杀死你为止 这白牙 你打算怎么处置 黑袍人转过身 望向时风问道 如今 那么多人都看到死人抓了这白牙 他日一定会传入黑鸭族 如若这白牙真有意外 那么黑鸭族定然不会放过他 以黑鸭族的底蕴 招惹上他们的话 确实将会是一个大麻烦 不过听到黑袍人的话后 时风想都没想 便道 他曾经想要杀我 如今落入我的手中 我自然要杀死他 说话之时 时风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你可想清楚了 这黑鸭族 并不好招惹 就是我们山巫族 也处处避着他们 他们的底蕴 深厚到你无法想象 黑袍人又开口 对时风说道 语气之中带着些劝意 那又怎样 听到黑袍人的话 时风嘴角勾起 露出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第976章戎练白牙 那又怎样 黑袍人见时风 听到自己的劝说后 仍一副不将黑鸭族 放在眼中的模样 他也便不说什么 该说的 他已经说了 时风依旧一副淡然之容 望着前方的大地神钟 听到这大地神钟中 传出的那白牙的吼叫声 根本无动于衷 就在这时 时风的右手凝结了剑指 然后一直点向了身前的大地神钟 东 一阵钟鸣在被时风一直给点响 幸亏他们在这个密室 已经布下了一道隔音结界 不然的话 以这大地神钟的剧烈钟鸣声 难免不会被灵魂敏锐的强者给发掘 时风这一直点向大地神钟时 飞袍人便知道 时风这是要开始震死那白牙了 啊啊啊啊啊 接着 一声又一声的痛吼又从大地神钟内响起 这时 飞袍人出声 对时风说道 这白牙 天生霸荒骨 反正你要杀死他 那便将他霸荒骨给炼了 炼出精华骨髓 融入你自身骨骼之中 增强肉身之力 哦 天生霸荒骨 对于这个霸荒骨 时风已经是多次听这白牙自己吼出来了 除了他引以为傲的黑鸭族外 好像便是这霸荒骨了 这霸荒骨倒是可以熔炼 然后让自己骨骼吸收 既然这么被吹捧 应该可以强大自己的肉身之力 如今自己这具九幽鸣体的力量 经过面膜黑雷的洗礼后 已达九星地级 要是吸收这霸荒骨的骨髓 应该可以再上一层 想到这些 时风的右手剑指上 玄机燃起了一簇血色烈焰 再而一直点向大地神钟 咚 大地神钟在被震响之时 整个大地神钟 就好像被时风剑指上的火苗给点燃了一般 顿时燃烧起了新红色妖艺的熊熊烈焰 散发着狂暴却无比阴冷的气息 啊啊啊啊 大地神钟内部 响起了白牙更加痛苦的大吼 黑袍人见到这大地神钟上燃烧起的血色烈焰 惊呼到 这个世间 竟然有这等神奇的烈焰存在 光这烈焰之力 便达半神了吧 而且 还让我感应到了有生命在其间的气息 从这黑袍人中的话中 时风暗道 这蟒荒大陆 难道没有出现过拥有生命形态的天火 不过这黑袍人的感应还真是敏锐 竟然连圣火中生命的气息都能感应得出来 不过这道生命 很快便要被抹灭了 时风的灵魂意念 已经进入到了自己的体内 你 你打算对我怎么样 与时风丹田融合的圣火 感应到了时风灵魂的进入 发出不安的声音说道 在他说话之时 那里与丹田融合 拳头大小的血焰 微微跳动了起来 两年时光一同走来 他自然很明白这个人的脾性 圣火 已经在害怕了 他知道自己背叛他 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后果 哼 你说呢 时风对着圣火发出了一声冷哼 反问道 我知道我错了 只要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发誓 日后 我必定对你死心塌地 不敢背叛 如若再做出违逆你之事 便让我万劫不复 灰飞烟灭 圣火发出信誓旦旦地声音 向时风发誓道 现在想要效忠 太晚了 时风冷冷说道 跟着又道 那日你从天幕冰破风逃出 便心怀不轨 想夺本少肉身 本少将你反控 却没有灭你魂魄 让你一直存活 多活了这两年 而你 竟然不知感恩 趁本少为难之时 想献本少于万劫不复之地 差点害死了本少 已跟了本少这么久 你也该知道 想要本少性命之人 会有什么下场 你 听到时风坚决的话后 圣火的语气 也渐渐地变得强硬了起来 对着时风大吼道 本座乃是文族至高无上的圣火 而你 你却要本座做你的丹田 一颗丹田 受你掌控 任你摆布 而你就是个疯子 你这样的人 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 跟着你 本座迟早会受到牵连 你一死 本座便灭 圣火 将他这一颗的心声 全部用这不甘的吼声 吼了出来 生与死之间的徘徊 才可令人更快地成长 这两年来 你是一路亲眼看着本少走过来 本少如今不仅力量强大 远胜当年的你 就连你们血文族那颗蛋里出来的聂絮 他日本少回去天恒大陆后见到 也照样可以轻易斩杀 池峰说 池峰这话一出 圣火没有回话 一时间 顿时沉寂了下来 跟着 石峰在以灵魂之力沟通与他 缓缓说道 本来你背叛本少 本少是一定要抹灭你的意识 让你灰飞烟灭 但听你刚才那番话 本少决定先留下你 让你看看 本少最终是被人杀死 还是变得越来越强大 你 理不灭杀我 沉寂下来的圣火 一听石峰这话 旋即出声 声音之中带着一抹欣喜与激动 跟石峰相处了这么久 他自然也知道 这人既然说了不灭杀自己 那便不会灭杀自己了 随后 石峰冰冷的声音再响起 这是你最后一次 如若下次还敢有背叛之心 本少必不会放过你 从今往后 不要再提你什么血文族圣火了 你跟血文族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还惦记什么血文族 也是对本少的背叛 以后 你的名字就叫狗圣 不是什么圣火 好 好 狗圣 我以后就叫狗圣 圣火连忙对石峰应声道 圣火知道他的脾性 此时此刻 他是真怕了这个妖孽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岂能还违抗 岂能还顾的什么尊严 跟着 石峰又说 今后 本少问你什么 你便回答什么 不然的话 你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个 才是石峰留下圣火这道意念的主要目的 对于远古时期的天恒大陆 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 如今当时 想必也没有谁 比这远古变存在的圣火更清楚了 更何况 自己如今已成功步入了半神之境 这祸已经彻底受自己掌控 就算还有背叛之心 也将无法再背叛 从今往后 本作 或不 我 你只要问我什么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圣火连忙引升到 第977章答应黑袍的一战 石峰的灵魂意念从体内收回 这时 那个大地神中内 已经变得一片寂静 没有了生息 石峰已经感应到 那白牙 已然被大地神中的阴波之力 还有血色烈焰给弄死了 9幽冥宫运转 石峰很快吞噬了那股死亡之力 然后便见一缕魂魄从大地神中中飞出 也很快被石峰给吞噬 黑鸭族少族长 这片大荒的第一天才 天生霸荒谷的白牙 陨落 石峰左手伸出 五指大张长爪 一把抓住了身前的大地神中 将他高高举起 很快 一道人形血焰 从中口楚掉落下来 石峰心念一动 那道人形血焰即将掉到地面之时 旋即一个停顿 就这样悬浮在石峰的身前 继续熊熊燃烧着 大地神中 在手中的左手之中急速缩小 当缩到一个拳头大小之时 石峰转过身 将他地还给黑袍人 道 此中还给你 这两次救命之恩 本少记下了 却不常想 石峰将此中递给黑袍人时 黑袍人并没有伸手去接 反而发出苍老沙哑的声音 说道 此中如果你喜欢的话 老夫便将他送给你吧 送给我 听到黑袍人这话 石峰脸上没有露出喜色 而是眉头紧锁 双目紧紧凝视着这黑袍人 仿佛再要将他给看穿 石峰再次开口 道 你两次救我性命 又说要送我大地神中 据本少了解 你绝非这种大慈大悲之人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或是 需要本少为你做什么 呵呵 跟聪明人说话 就是不用这么费力 听到石峰的话后 黑袍人呵呵一笑 说道 接着 他又出声道 只要你答应老夫 替老夫与神巫一战 就可 神巫 石峰念着这个名字 觉得听上去有些耳熟 跟着 石峰便想起来了 在满腰山脉 那远古大镇的水潭幻化为山谷时 黑袍人便以自己的模样 在山谷中幻化幻影 然后对白牙自称为山巫族神巫 自己跟白牙一战时 白牙也好几次喊自己为神巫 这神巫 不是你们山巫族的人 你要本少与他一战 为何 石峰再次开口 问黑袍人道 现在老夫不方便说 带出了这妖神隐蔽 老夫再慢慢告诉你 只要你答应老夫 这个大地神中你便可拿走 不过提前告诉你 神巫很强 那才是真正的天才 那什么大荒的第一天才白牙 与他根本就无法相比 黑袍人说道 出其那神巫就连这黑袍老头的声音都变得凝重起来 这么说的话 你之所以就本少便已经看出了本少的天赋 想让本少为你跟那神巫一战 结合这黑袍人的话 石峰说道 没错 黑袍人点头承认 跟着又说 老夫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能将办神战计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领悟 这是老夫第一次救你的原因 第二次 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竟然引动了传说之中的灭魔黑雷 灭魔黑雷 那可是只有远古之时 那传说中的不死魔神才被批过 灭魔黑雷 黑色劫雷 听了黑袍人的话 石峰先是疑惑 跟着露出了恍然之色 随后 石峰又开口 说 原来那黑雷 叫做面膜黑雷 本少还以为 步入伴神之境时 都会引来这道黑雷 那你们步入伴神 引来的是何种劫雷 步入伴神之境 能引动天地劫雷的妖孽 少之又少 只有你们这种 有着逆天天赋的妖孽 被上苍所不容 降下劫雷要将你们毁灭 黑袍人说 说着说着 他的声音流露初不解语疑惑 这些应该只是 最基本的舞蹈常识而已 为什么你好像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对你的身份老夫早就好奇 你的穿着 言行 总觉得 你好像根本不属于这里 没错 石峰点头 说道 本少本来就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我来自另一个大陆 叫做天恒大陆 这个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隐瞒的秘密 更何况 这黑袍人见识不凡 那莽龙族少女都听说过天恒大陆 这黑袍人或许也有听说 或许还听说过这个满荒大陆 去往天恒大陆的路也不一定 说话之时 石峰便将抓在左手的大地神中给收起 黑袍人见到石峰这个举动 便知道 他已答应自己 与神无一战了 与什么强大天才一战 石峰没有拒绝的理由 更何况 这黑袍人两次救自己 就算没有这大地神中 只要他提出与那什么神无一战 自己也会答应 随后 石峰转回过身 面向那具还悬浮燃烧的人形血焰 右手伸出 朝着那人形血焰探入 黑袍人听到石峰梳洗天恒大陆 跟着一惊 惊呼出声道 果然如此 除了我们满荒大陆外 真的还有其他大陆 其他生灵 听到黑袍人这话 石峰却有些失望 听他这么说 那他是根本不知道去往天恒大陆的路了 接着 石峰探入人形血焰中的右手已经抽回 手上拿着一件黑色羽衣 这件黑色羽衣上 还有三个模糊的远古符文在上面流转着 正是黑鸭足扮妖神黑鸭 双翼中精华毛雨凝聚成的那件羽衣 这件相当于一件半神奇的防御战衣 石峰自然不会错过 很快便将这件黑毛雨衣给收起 以石峰如今的肉身防御力 血魔战甲是已经用不上了 不过这件黑毛雨衣 倒是有大用 有它穿在身上 自己的防御力定然可以大增 防御力大增 那么战力自然也就大增 将黑毛雨衣收起后 石峰右手之中 突然一阵血色光芒闪现 嗜血剑出现在了手中 当见到石峰手中的这柄嗜血剑时 黑袍人突然感应到 这柄剑虽然品阶不高 但是却透着浓重的杀伐之气 与血腥之气 这是屠杀了无穷无尽的生灵 才产生这样的两股气息 这到底是灭杀了多少生灵 才能产生这种程度的杀伐之气 跟血腥之气啊 这柄战气 绝对算得上一柄爵士兄兵 就连黑袍人 见到嗜血剑后 都暗暗惊呼 甚至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后 他见到石峰 手持那柄血色战剑 一剑刺入那人形血焰之中 第978章嗜血剑进阶 石峰持嗜血剑 一剑刺入人形血色烈焰 紧跟着 嗜血剑便开始吞噬烈焰中的半神血液 随后 一阵接着一阵的血色之光 从嗜血剑上闪耀而起 这是嗜血剑进阶的光芒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柄爵士兄兵 竟然吞噬了白牙的血液之后 再进阶 当黑袍人感应到嗜血剑上的变化之时 再次发出了一阵惊了又惊的惊呼声 战兵吞噬血液而进阶 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 已经超出了黑袍人对战兵的认知 黑袍人所认知的战斗武器 乃是以数炼之数炼制而成 但这柄嗜血剑 可是在远古时期 诞生于天地间一处叫血池的神秘之地 嗜血剑 在吞噬了白牙的半神之血后 一连闪现了四次血色之光 直接从四星地极之境 步入了七星地极 不过时锋已感应到 不仅嗜血剑进阶了 就连嗜血剑其中的气灵 成年血阴兽 也步入了七星地极 这只血阴兽的天赋 时锋早就发现了他的非同一般 他的进化 就好像嗜血剑 圣火 还有自己一样 只要吸入的血液力量足够 便直接进化 血阴兽 远古之时便有他的传说 乃神级妖兽 这只血脉纯正的血阴兽 流淌着的乃是神兽血脉 不过如今的时锋 对于这些流传于天恒大陆的神级之物 已经有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真正的神级 另一个 则是半神 很明显 在天恒大陆的历史记载中 神跟半神 已经被混淆了 还有那万物之源 石锋原本以为 自己不入神级之境后 这万物之源应该受自己掌控了才对 可是石锋却发现 自己如今 仍旧无法感应到那东西的存在 就跟以前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不想显现时 好像就根本不存在自己的身体中 对于这万物之源 你对他有多少了解 石锋在以灵魂沟通圣火 问道 经过这一次石锋的饶恕之后 圣火已经彻底地老实了下来 听到石锋这么一问 连忙回道 这东西很神秘 在我们那个时代之时 便有很多人争抢它 传闻一个比我们更久远的时代 有一位神境强者 靠他统治了整片大陆 靠他统治了整片大陆 听到圣火这话 石锋也是心中一惊 这个万物之源 曾经在他眼中可谓是神秘强大 而如今 自己步入了半神之境后 石锋已不再认为他有什么强大之处 最多 只是一件拥有气灵存在的半神器而已吧 一件半神器 很多人争抢它也是正常 但是说一名神境强者 靠他统治了整片大陆 这个 这个传说用在这万物之源上 石锋觉得 有些夸大了吧 接着 圣火又出生到 我对万物之源 所了解的就这么多了 还有就是当年 那该死的月天宇 与血文族强者一战 结果大败血文族 本座见事不妙 正准备逃跑之时 那月天宇便是催动了这万物之源 追向本座 后面的事 想必你也都知道了 圣火还是改不了自称本座 下意识地又以本座自称 后面的事 不用他说 石锋也知道了 他被万物之源追上 然后被镇压在了天幕冰破风下 一过便是悠久的岁月 不过说了这么多 对于这万物之源 还是没有说出个大概 这东西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石锋在将自己身体的每一处仔细感应了一遍 结果依旧是无法感应那万物之源的存在 这东西竟还是搞得这么的神秘 自从石锋步入了半神之境后 面对那些轰来的半神之力 这万物之源也没有再显现过他的力量了 这时石锋身旁的黑袍人再次发出了声音 你是如何进入我们这蟒荒大陆的 连接两个大陆的通道在哪 听到黑袍人的话后 石锋露出了苦笑 说道 我是不小心被吸入了空间黑洞 然后在空间黑洞中受乱流冲击 受神秘犀利蹂躏 如果在那样下去的话 必然要力量耗尽而身亡 幸亏让我在那的黑暗空间中 侥幸破开了一个洞 才活着来到了这里 说起来就这么三言两语 不过石锋想起那个时候 还是觉得异常的艰辛 听了石锋的话后 黑袍人摇了摇头 说进入空间黑洞 石有八九将会迷失在里面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进入到空间黑洞 还能再活着出来的 这种方法不可取 这个不用他说 石锋也知道这种方法不可取 跟着石锋将刺入人形血验中 已经进阶为七星地级的嗜血剑收回 血色光芒一闪 再在石锋右手中指楚化为了血剑剑纹 如今石锋变得强大之后 又是在这片真正强者灵力 莽荒大陆 这柄是血剑 离恢复当年品阶已是不远 再过不了多久 石锋将再多一剑半神器 甚至石锋在想 如果再给他提供无穷无尽的血液 总有一日 会不会让他进化为真正的神器呢 不过 那必定是要强者的施山穴海来成就了 石锋也不过是暂时想想而已 更何况如果真有那么多的血液 石锋也是要先来成就自己 曾经自己苦苦追求的境界 如今已经达到 石锋不可能这样就心满意足 定然是要再入更强境界 追求五道更极致 就在这时 石锋心念一动 身前燃烧的人形血液 顿时朝着他导卷而回 白牙的肉身 已经在这血液之中被焚烧成了虚无 血液 已经被视血剑稀释干净 一滴不剩 他天生的霸荒骨 也在石锋心念控制血色烈焰的焚烧下 精华已被提炼 很快 导卷过来的血色烈焰 一触及石锋的肉身 便被他吸收到了体内 然后石锋在而操纵着 那把荒骨熔炼出的精华 朝着自己的血色骨骼流动而去 石锋的骨骼 乃是当年在万物之源的促就下 吸收了血纹族强者的血骨骨髓 沦为了一片血色 跟着石锋的血色骨骼 转瞬之间便将那把荒骨提炼出的精华给吸收 然后融合 石锋顿时感应到 自己的肉身力量 在这突然之间变强 第979章真正的妖神隐蔽 喝 吸收了白牙霸荒骨提炼出来的精华 石锋发出了一声低喝 凭借着肉身之力 一拳朝着前方狂猛轰出 石锋已经感应到 自己这一拳之力 已达到了九星地级巅峰了 自己的这具九幽名体 已经回到了前世的巅峰之境 看来 霸荒骨中的精华 已经被你的肉身给融化了 黑袍人望着石锋轰出的那一拳 说 不过对于石锋的肉身力量 黑袍人并没有觉得什么稀奇 在满荒大陆 修炼肉身的舞者 甚至是肉身 舞蹈双修者比比皆是 被石锋所斩杀的那白牙 便是肉身之力不入半神的一名天才强者 而石锋如今吸收了白牙霸荒骨提炼出的精华 也并不是说石锋就拥有了这把荒骨 把荒骨乃是天生 无法靠夺人之骨拥有 石锋也仅是提炼那把荒骨的精华 当作增强自己肉身的养分而已 石锋缓缓收起轰出的右拳 然后转过身望向黑袍人 再次开口对他说道 对了 你可知道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就在石锋这道话音响起之时 突然间心念一动 身躯微微一震 一缕缕黑色雷电 在他浑身上下闪现 这是灭魔黑雷 黑袍人看到出现在石锋身上的黑色雷电 又一次发出了惊讶的惊呼声 这是怎么回事 劫雷过后 怎么还有雷电残留在你的身上 竟然还有这等事 老夫根本没有听说过 看来 这又是超越了黑袍人认知的一件事了 石锋两世为人 两次凝结后天神体九幽明体 做出两次这逆天之事 遭遇过两次劫雷的猛烈轰击 确实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 劫雷过后 还有雷电留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对于这黑色雷电 石锋并没有抗拒 因为现在的他不会再毁灭自己 不仅如此 而且还很听话 完全受自己掌控 跟着 石锋心念在而移动 身上的黑色雷电 全数往着他的右手凝聚 石锋猛然一握拳 黑色雷电顿时响起了 噼里啪啦的爆响声 随后 石锋对黑袍人说道 我以这黑色雷电攻击你 试试看达到了什么程度的力量 石锋说话之际 运用这黑色雷电 跟平常运用圣火的力量时一样 一道远古字符在黑色雷电中 悄然浮现 正是那道代表着 雷霆法则的远古文字 顿时间 一股更强 更狂暴的力量 在这黑色雷电上升起 嗯 黑袍人旋即发出了一阵惊疑之声 随后应道 好 你出拳吧 就在黑袍人声音落下之际 石锋再次动用了肉身之力 即拳头上的黑色雷电之力 一拳朝着黑袍人狂猛地轰了过去 你以你九星地级的肉身力量 在动用这面膜黑雷 竟然达到了相当于一名普通的半神强者 运用虚空剑杀所发动的一击 你小子 真是走运了 见到石锋轰来的这一拳 黑袍人出声说道 不过 石锋的拳头眼看便要到达 他的身形看着仍旧没有闪避 也没有任何要接挡这道攻击的意思 很快 石锋带着灭膜黑雷的这一拳 只轰在了这黑袍人的身上 不过这一拳 却是直接从黑袍人的身上穿透而过 这看似如此逼真的黑袍人 竟然只是一道幻影而已 真正的他 却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其实 当石锋那一拳即将轰中他时 便已经知道 这道幻影是假的 这一拳之下 石锋也立即将这道幻影给轰散 感应着自己这一拳的威力 石锋很是满意 运用这黑雷 竟然强过其他普通半神强者发动的攻击了 差不多相当于运用圣火的力量 有了这黑色雷电 自己又多了道战斗的手段 而且日后动用虚空剑杀石 如果结合圣火之力 再结合这面膜黑雷的话 想必那一招杀技的力量 将会更上一层楼 而在以那结合起来的杀技 正想大地神中的话 那震荡而出的音波威力 根本不是曾经能比了 可以说 正如那黑袍人所说 这一次 石锋确实是走运了 不过石锋这走运 这变得强大的背后 却是他抵挡恐怖的黑色劫雷 极有可能在面膜黑雷下灰飞烟灭 再生与死之间的徘徊 所换来的战果 心念在而移动 凝聚在石锋拳头上的黑色雷电 顿时狂猛地涌入到石锋拳头上的皮肉之内 然后消失不见 渐渐地 石锋原本变得空荡荡的身前 一道黑色模糊的身影 在而悄悄地浮现出来 接着变得凝实清晰 那消失的黑袍人 再度出现 跟着 黑袍人再次出声 问石锋道 我准备回去地面 探索这妖神允帝的秘密 你打算如何 与我一同探索 还是继续留在这里 石锋没有直接回答这黑袍人的话 而是问他道 这妖神允帝 你进来后有什么发现 黑袍人出生 这片天地 除了一片极静 没有任何生灵存活泼的迹象外 其他的 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也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凶险 或是有远古大阵的存在 不过 在你经历面膜黑雷之后 被那些人围攻之时 却让我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 什么事 持封面露好奇之色 问他道 没想到自己被他们围攻时 竟然被他发现了什么怪事 那时 我见面膜黑雷停下 便悄然回去看你的处境 结果让我看到了 那些同样被面膜黑雷吸引过来的蛮妖们 竟然突然消失了 总共有数百头蛮妖 竟然同时消失五宗 数百头蛮妖同时消失 听到黑袍人这话 持封双目一睁 旋即想到了什么 说 妖神允帝 你不是说过 乃是远古之时 达到真正神境的大妖所陨落的地方 持封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见黑袍人点头 应声说 你跟我想的一样 我们非进心机进入的 或许根本不是真正的妖神允帝 真正的妖神允帝 或许只有那些与远古妖神一样 有着妖枝气息的蛮妖们 才可进入 第九百八十章大荒城 最终 时封还是决定了与黑袍人去地面看看 心念一动 身旁血色光芒一闪 地上再次被时封从血色石碑中召唤而出 去地面 持封淡然开口 对地上说道 是 主人 地上恭敬应声 随后大地神通开始运转 持封与黑袍人脚下的大地 突然升起了两根圆柱 带着两人的身躯 直冲而上 而在即将到达这间密室之顶时 两人头顶上阻挡的大地 顿时涌动起来 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圆形通道 随后 两人的身形随着脚下的圆柱继续直冲上方 进入到了那圆形通道之中 所过之处 大地不断涌动 自动为两人让路 短短一瞬 时封便与黑袍人 浮出了地面 此时 夜幕已经降临 看来这片天地 与外面的世界一样 同样有着白天与黑夜 这 正符合了时封与黑袍人的心意 夜幕降临 这黑袍人的秘法 将可以更好地隐蔽身形 时封与黑袍人的身形 很快便在秘法下隐去 这时 地霞的身形也浮出了地面 时封心念一动 闪耀起了一道血色光芒 地霞已在被时封收回到了血色石碑之中 走 时封发出了一声低喝 随后身形闪向了虚空 与黑袍人一同 开始在这片天地探索 希望能找出这片天地的秘密所在 妖神隐帝中 由于白天那面膜黑雷的关系 进入这片妖神隐帝的人影 已经越来越多 如今进入这里的人 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 怎么离开这里 进来之时 他们是在满妖山脉 被那个神秘漩涡给吸进来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远古遗迹 众人便开始了在这个地方探索 结果发现 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想离开这里之时 又发现这里不仅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连出路也没 不过 由于这片小天地中 今日那邪恶山巫族少年强悍出世 各族部落之人不敢分头行事 一起群体而动 就算刚进入这片天地之人 一听到今日发生之事 也不敢单独行动 艺人之力 独占十九名半神强者 杀艺人阵伤艺人而全身而退 这样的山巫族狠人 要是哪个人单独遇到了 还不是必死无疑 更何况 这山巫族狠人 修炼的乃是邪恶阴毒功法 会将人的血液给吸干 活活地给吸死 变成一具惨不忍睹的干尸 痛到不仅死 而且痛苦地惨死 一时间就好像这个妖神允帝 多了一头人人忌惮的猛兽一般 这片天地 我们都找了这么久了 也没有找到出路 难道真的是没有出路 难道我们真的要一辈子 都被困在这里不成 人群中 有名性子急躁地壮汉 满是不耐烦地说道 不过 也有个长相普通的冷静青年 开口道 大家不要急 先前与我一同进来的 有好几头蛮腰 现在竟然连一头蛮腰的气息 都感应不到 很有可能 那些蛮腰已经找到了 我们所不知道路 离开这里了 嗯 没错 又有人开口 陈生说道 我也早注意到了那些蛮腰 他们要么是真的找到出路离开了 要么 可能进入了我们根本不知道的 一处密地 这个世界 或许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说这番话的 正是那来自大部落的长者 吉老 吉老话英刚落 刚才那名长相普通 看似冷静的青年又跟着说道 其实这处一击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便是远古之时 一代妖神所陨落之地 叫做妖神陨帝 我曾经在家中的一卷古老典籍中读到过 位置 也正是这座蛮腰山脉 啊 妖神陨帝 远古之时 就远妖神都陨落的地方吗 就在那青年的话语再次响起时 人群中顿时间响起了一阵阵的惊呼声 甚至还有倒吸凉气的声音 哦 当吉老听到那青年的话后 也是轻握了一声 跟着仔细地打亮了一眼那青年 发现这青年很是陌生 看上去虽然普通 但却给他一种不一般的感觉 跟着 吉莫开口 以一种客气的口吻问道 敢问这位小兄弟是何人 来自哪族部落 过 我啊 听到极老的话后 青年和善一笑 道 我来自大荒城 我叫公孙元 大荒城 公孙元 公孙家的三公子 公孙元 当个族部落之人 听到公孙元自我介绍后 又一阵阵的惊呼声发出 这片大荒之大 广阔无边 但却只有一座巨大的古城 叫做大荒城 不是他们各足部落不懂的建城 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资格 没有纳的实力建城 除非他们有反抗大荒城的强大力量 不然谁敢在这大荒建城 必然会受到大荒城的讨伐 在这片大荒 只能有一座叫大荒城的城池 而大荒城的城主姓公孙 名太印 乃是这片大荒的第一强者 第一霸主 公孙太印一声号令 这片大荒的各族部落 莫敢不从 传闻公孙太印的力量 如今已经到达了深不可测的境地 原来是三公子 真是失敬失敬 及老听到这公孙元 曝出身份后 也连忙恭敬地说道 爱爱爱 你们不要这样啊 就当平常对待 平常对待就好了 你们就当我是个寻常部落的勇士 公孙元见到众人此刻知道自己的身份后 一个嗝的脸色都变了 他连忙摆手 说道 这片人群远处 两道隐蔽的身影潜伏夜空 正望着这边的人群 池峰原本跟黑袍人探索这片天地 想过边探索边杀人 好让嗜血剑继续成长 反正那些人都想要自己的命 自己杀他们自然是理所当然 不过后来他发现 那些人还是聚在一起 怎么都不分开 让自己都没有下手的机会 谁让他今日显露出来的战力 实在是太变态 实在太震撼人心了 那个人 不简单 就在这时 与石峰一同望向人群的黑袍人 突然对石峰出声道 两人就好像约好了一般 竟然都在注视着那个青年 那个对众人自称来自大荒城的公孙媛 公孙家 三公子 三公子